每次翻看这些照片 张女士的心里都会五味杂陈 昔日的幸福仿佛从未离开 儿子的快乐一如往昔 那个让人艳羡的三口之家 似乎一切如旧 但是这个家的男主人白先生 却并不这么认为 不久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让白先生让这个家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恩爱的夫妻成了彼此的过去 这个家也都是我们俩努力来的 辛辛苦苦奔来的 我觉得我们俩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 熬到今天我觉得我们对家庭很幸福 不希望能走到破裂的那个局面吧 两人离婚后不久 白先生很快就开始了新生活 这样的做法让前妻张女士无法忍受 第三者出现了我们才离得婚 要不然我们不可能离婚的 在张女士看来 他们根本没有结束 复婚是两人的必然结果 我觉得我不应该没有她 孩子也不应该没有她 为什么是不应该呢 我们一路走来很辛苦 我们以后的日子应该会很幸福 前妻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频繁的联系 让已经开始交往新女友的白先生 十分头疼 就在此时 已经相当复杂的三角关系中 又牵扯进了两个女人的姐姐 为了彼此曾经的恩情 为了上海年幼的孩子 白先生前妻以及他的姐姐 女友以及他的姐姐 带着各自的目的 他们一起来到了谁在说 希望可以解开各自的心结 我们先用掌声 把这个先生请上来 有请 听说最近心情不太好 孩子跟我前妻那点事 每天给我打电话 往我公司打电话 没法正常的上班 一天打几个 我都有的数不清了现在 从早上就开始打吗 比如说晚上吧 十一点多了 孩子哭说孩子想爸爸 完了我就去 开车我就过去了 把孩子哄碎了 我再回来 其实我想全都是他前妻 就是说 说的那个比较严重吧 其实我感觉孩子 没有那么大问题 他到那了 这孩子就好了 那你去见他说话吗 也说 你觉得你们正常能够交流吗 不能够 这几天吧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就是有点风回路转了 就是比较温柔了吧 之前一点都不温柔 因为可能是 他脾气就是这样的事 他如果白天给你打电话 你也会过去看吗 是 主要是我儿子的事 我一定第一次这样我就过去 也许是骗他回去 没有办法 只有用孩子 你儿子你管不管呀 这是你儿子 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吵起来 然后我就劝 我说那你去吧 他几乎每天都给你打吗 现在基本上吧 你看我昨天去公司 他帮我公司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 前进去打电话 也许他是想跟你复合呢 这不挺好的一件事吗 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不可能了 你结婚了 你想一想 一个女人这样闹下去的话 就算是他第一开始想回去的情况下 他这么闹也不会回去了 但是也有复婚的可能性啊 因为我现在也交了新 新交了女朋友了 你有了新的生活 对 这不叫女朋友 这是我没离婚之前第三者 明白吗 你跟你前期什么时候离婚的呀 二月份 今年吗 嗯 二月份到现在不过四个月的时间 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是 没有这第三者 我们也不可能离婚 主要是这个第三者 那你离婚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俩实际是协议离得婚 嗯 协议离婚了 那你想离吗 那姑娘我不想离啊 真不想离吗 真不想离 你超过的时候不想离 她不想离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离 那你有没有跟她说过 咱们先不离婚呢 我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马上就离 第二天就离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正常来起束缚 得三个月嘛 才能把婚离了嘛 她早的人吧 可能是 去庭宾 她离婚那时候我也劝过她 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只是朋友 没有走得那么近 我十几岁来北京嘛 反正我觉得我也挺不容易的 有两套房 两台车 还有个旅馆 我有公司嘛 协议离婚的时候 把北京那套房给她 我可以 旅馆给你 可以 车我们俩人一抬 存款就不用再说了 就是说你认为 更多的财产都给了女方 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她必定有我儿子嘛 我想如果她有钱 如果她再早一话 肯定对我儿子也好 嗯 是每一月我给我儿子三千块钱 那个时候你心情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在法院的时候 我都说能不能不理啊 嗯 就得离 她就是一个什么人呢 就是这么多年了可能能拿住我了吧 我说离就得离 我说和你必须得回来 你觉得她是真的想跟你离吗 那个时候 可能她现在心里不平衡 我觉得 就因为我可能找了新女朋友了 她可能会不平衡 嗯 如果我要是没找新女朋友 我觉得也不可能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这她打电话给我们的对吧 嗯 她的目的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复婚拜 嗯 但是不可能了 我觉得我们俩朋友俩情绪 在家里有孩子心情 我们俩孩子 你老在想 你老在找他 我放回去三次 她都不接受 那我不可能再不接受 我要是再不接受 她应该怎么办呢 嗯 并且我是人爱她 在你们离婚之后那一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想过复婚的事啊 我来 我回来求过她三次 怎么求的呀 我就是因为有孩子嘛 我就回来求了 但是她态度非常坚硬嘛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她就是非常坚硬 比如我去了那个 原来家那地方 她就骂我 嗯 说你怎么怎么地了 你必须你少来这地方 嗯 就这么说 我的好多朋友 必定是跟她近嘛 嗯 就把我现在的女朋友给撵走了 完了我就回来了 其实也都挺痛苦的 回来了 我其实就好过日子呗 为了孩子 不行 偏让我父母来 其实我父母那时候 因为我老家农村的 父母种地嘛 你说你说来可以的 种完地的 他就说了 说为了他孙的 他这一年地不种 那算什么呢 嗯 就这么说 完了那不来 他说你要不来 你就赶快滚蛋 你别给人耗的 完了我就回来以后 我跟我现在女朋友说 我说你放心吧 咱俩以后好好过日子 对 就你做了很多努力 但他并不原谅你 对 我后来我就不知道 我跟我现在女朋友 回到他老家了吗 嗯 办了一就是也是 见了一些专门父母 他老家也是 先生我想问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啊 你跟你这个女朋友 是在什么时间认识的 是在你婚内认识的吗 嗯 我是1月14号认识他的 1月14号认识的 嗯 你是2月份离的婚 嗯 你觉得离婚 跟这个女朋友有关系吗 你想我40岁的人了 嗯 他1月14号 我们在 其实这 也不满在网上认识的 这期间他回家了 过年嘛 嗯 你想一想我40岁的人 跟没见过两天 我会为他离婚吗 嗯 所以你觉得这不是 这绝对不是离婚原因 这不是 因为 这也可以 您可以说 也问问他家里人 我认识他 10年了吧 嗯 我俩10年了 基本上 天天打仗 其实我离婚也是为了我儿子 为什么离婚是为了儿子呢 我俩一吵架 那时候我儿子刚会说话 他就那特茫然的眼光 就啊啊啊 就我就看了心里 特别难受 你知道吗 现在您的生活状态 你觉得挺痛苦的 你希望我们帮助你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就希望 既然离了的话 就把这事都说清楚了 该是我的 就是我的 我 我该尽他父亲责任 尽他父亲责任 我觉得我已经够尽他父亲责任了 比如说11点多 晚上11点多 打电话 孩子哭呢 说想爸爸 我就开车回去了 嗯 每到晚上 8点左右吧 就会打电话 然后呢 我一想 我这么爱我老公 我就让他们去吧 我就去看孩子呗 其实我心里是特别特别不舒服的那种 那你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你的新女朋友也不高兴呢 会呀 但是人家不说呀 他能不会吗 嗯 所以就是你现在是两面夹鸡 没有 我现在的女朋友 中间那馅饼 那里边那馅 现在女朋友也没跟一样 就是我 他就老认为说 你自己事你自己解决啊 嗯 我不能去参与你 参与你过多的什么 可是你离婚才 其实才四个月的时间吗 你觉得这么快 他进入一段新的感情 会是很慎重的一个选择吗 我堵了 堵了 嗯 先生解释一下 什么叫堵了 我也不敢保证 我能跟他过一辈子 嗯 是吧 我跟他俩认识的时候 也三毛海事 不也过了十年吗 你现在已经想好了 跟这新女朋友结婚了吗 嗯 有新的家庭呢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来 各位老师对这位先生的第一印象 是什么样的 王导 如果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那就坚持吧 这位先生呢 他在那个婚姻之前一定想的是要过一辈子的 但是可能由于生活圈发生的变化 他现在对于婚姻爱情 好像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 我对他的另外一句话记得很清楚 我堵了 嗯 这句话呢 我能听出来这位先生其实很真性情 但这个性情呢 可能他还是没有方法 因为按常人的道理来说 已经离婚了 然后自己也开始新的感情了 是没有必要今天坐在这个场上 但这位先生能坐在这个场上 我想他可能还有很多是放不下的东西 能感受得到你内心的在纠结 愿读可就得服输啊 到时候 我也愿意 我听到的这个话呢 我认为他可能也经历过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 否则的话他不会依然而然的这样考虑 我就是跟你离了 因为毕竟他想到一个儿子 一般而言有了孩子之后呢 不是说很轻松的就离婚 但是他选择离婚 后面我还想听一下他前妻有什么说法 你们在当时离婚的时候在财险方面没有提出任何 这两个人也没有当着法官的面说任何事 现在你有点后悔了是吗 他把我那东西拿走了 把你的什么东西拿走了 我懒得协议离婚那个协议 把我那车也给我扣了 前天 来帮我推一下前妻的话筒 听到你前夫刚才说的这些话 你着急吗 着急 着急 他说他对新的感情堵了 这话你听了什么感觉呀 他说的不是内心的话 为什么呢 我感觉他心里也很纠结 你觉得他对你还有情感对吗 有 你觉得他是放不下你的对吗 对 你觉得你们的这段感情还是应该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中来对吗 对 我坚信 能告诉我你坚信的理由吗 他感觉我很疲惫 他可能会给我拿枕头让我躺下休息一会儿 是现在吗 就现在也是一样的 前两天他也一样回去了 所以从这些细节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男人对你有爱对吗 对 我能不能插一句话呢 好 我也有过这样的就是被叫回去的这样一个经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真是看见你哭得很厉害 给你一个毛巾或者给你拿一个枕头 当然你说的那种情况存在 但是我个人的体会 我个人体会我觉得给你拿一枕头是你千万别跟我再唠叨了 我怕你 我就是赶紧稳住你 我一会儿赶紧回去看我新的女友去 当然我这说的不是我自己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种情况也有可能 你的先生未见的是因为爱你才给你拿一个枕头 他其实觉得你对他有深深的爱 您认为呢 其实我就想让他就是说 既然离了我能成朋友就可以了 你是希望是这样对吗 对 而且我就想说你赶快把那些东西给我吧 哪些东西 就是拿我那些东西赶快 车 车 我就想着我不想把矛盾激发当做那样事的 好的先生这样 我想听听你前妻怎么说 好吧 因为他觉得你说的不是内心的话 好吗 您休息一下 来帮我把这位前妻请上来 今天来这里是你带来的电话 你的第一诉求就是希望跟他复婚对吗 对 能告诉我是因为你还深深的爱着他 还是因为你认为他爱着你 还是因为孩子 我们俩都有爱 他对我也有爱 我对他也有爱 最后一次他去找我 我们俩谈话 谈了一上午 他看着我很累 他给我拿个枕头 他说你睡一会吧 他把我扶到床上 他把你扶到床上 对 睡在自己躺在那儿了 我就不要拿一个枕头 仅仅能这样的一个扶你的动作 给你拿枕头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男人对你心里面还有很多爱 是吗 对 你说你对他也有很多爱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爱他的吗 反正我觉得我对他应该还是挺关心的 就算他体会到没体会到的话 可能我也不太知道 能举一个例子吗 没离婚之前 可能我这人也属于好说的那种 就是说 就是说我问我说你今天去哪里了 你去哪了 跟谁在一起啊 吃什么呀 我说都谁点几个菜啊 就是说想 其实我跟孩子在家也很苦的 一天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 有的时候我想想派青青派月来回家 陪我跟儿子吃顿饭 我觉得可能我会哭这些 也是给他一种感触吧 你前夫说 在离婚之后 他要三次求你复婚 你不愿意 没有 只有一次 我们楼下的也可以说是邻居 也可以说是他的哥们 去他那以后呢 就强行把他所有的东西给拉回来 拉回来没拉到我那去 拉到他那哥们那去的 但是也没有跟我说 敬畏的瞎说 他那哥们希望你俩复合对吗 对 就是我们家楼下所有的亲戚好朋友 都希望我们两个都能走在一起去 我说这如果能处理干净的情况下 能把那头说处理历史了 你回来 咱俩但是谈一谈 能聊一聊 我就希望我公共合法能到场 我那意思就是说呢 不管怎么样 说咱俩说过去有吵架也好 不吵架也好 这次呢 我觉得是说比较严重的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表态 我不需要说你向我承诺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公共婆婆听一听 来过来看一看 就算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心理安慰吧 但是她说的 我公共婆婆家里快中地了 我说那我就等吧 到最近的时候 我大姐姐给我公共婆婆打电话 我公共婆婆说对 老二不让我去 我也不知道是究竟去还是不去 竟然跟她瞎说呢 我爸我妈说的来 是做完地就来 她说你就别厚着号了 你就赶快滚蛋了 完了之后 我公共婆婆没办法 给我们家邻居打了一个电话 说对那个 我想去 但是老二死 我不让我去 就是你前夫不让他们来 对 我前夫不让他们来 一开始我前夫不是这么说的 一开始我前夫说的 他们没有时间来 他们有时间来 他们就来 没有时间就算了 我说那我就等着他们吧 那你觉得你前夫是 真想跟你复婚呀 还是在敷衍你呢 现在我觉得 我也说不清楚吧 但是有的时候 他说话变得很快 他可能一会这样说 有时候可能会那样说 你还好意思说啊 挨着两天晚上 我们家孩子哭闹 哭得时间很长 哭得很厉害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孩子哭想你 我说你过来看看他吧 他就回来了 回来第二天 还到那个时间 他还是哭 怎么哄都不行 后来我就给他爸爸电话 他爸爸就回来了 反正就是一系列的事情嘛 我就感觉都有点 无法容忍了 是我现在我也想 就是想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不让他这样 就是闹进去 就是走的第二天晚上 他爸爸就说 我回去 回去跟这个女的聊一聊 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三者 说得跟他聊一聊 谁是第三者呀 等到第三天晚上 我就没给他打电话 完了之后 第三天的时候 就是六一儿童节 我就说 我说咱俩过来谈一谈 也定给孩子看病 我们家孩子不是烫了吗 前胸这个地方烫了很严重 他说对 你昨天晚上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你要给我打电话 我就抽身了 永远我都不回去了 我不就回家来了吗 咱们俩就可以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什么意思呀 他那意思就是说可能跟那个第三者吵架了吧 因为他天天天天天天给打电话呀 过来吵架了嘛 然后就是说吵架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 然后就说那那个我把手机也开吵架了 如果他给我打电话的话 我就回去了 但是我听见的时候 我就挺伤的 然后没打 你在说第三者 现在你们俩已经离婚了 我们没离婚之前 这个第三者出现的 他不是说他们一月份才认识吗 就即使说是他一月份认识的 我们是二月份离得婚 也是这个第三者导致我们离婚的原因 离婚之前我们两个没有走得那么近 我们俩只是朋友角度 并且我还常常劝他说 那个别离婚有孩子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俩这相识的过程和交往过程 我们再来探讨到底为什么离婚好不好 你们俩是哪一年认识的 99年 那也就是说到现在整整12年了 嗯对 你跟他谈恋爱几年结的婚 06年领的结婚证 那也就是7年之后 对对 他领的结婚证 对对对 恋爱的这个过程中是很顺利呢 还是也很不顺利 很不顺利 就是说坎可可可他在 嗯 他出过两次事 东过两次监狱 我一直在外后边背后支持着他 鼓励他 在等他 叫马拉雯推一下先生的话筒 这个事情你觉得能说吗 能说能说 没有什么不能说 因为我觉得要尊重您 所以 没事没事 现在来到这了 反正是大家都把这事都说开了 嗯 当时您能跟我说一下这两次 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是那时候我可能小给人做兄弟嘛 就是歌厅嘛 啊 就类似 呃 比如上的养 养九什么的 嗯 反正实际上不是养九 我第一次的时候实际上是被人顶 替我大哥顶了 我进去待了一年 在那过程中 你一直默默地陪着他对吗 可以这样说 不光是等他 而且 我帮他找了很多人 也为他花了不少的钱 在那个年代来说 十年前 我可能花个 两万或者三万 可能现在 听现在 不说多少钱 我就觉得 我跟他认识那么短暂的时间 几个月来说 我觉得我 我作为一个女孩 而且想当初我也很漂亮 可以这样说 我跟他在一起搞对象的时候 也有很多男孩子追我 他也知道 但是你还是等他了 对对对 而且我帮他找人呢 或者给他存钱啊 给他送衣服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都做到了 两万要的体力不能这样 现在 不说多少钱 我觉得我 对我确实挺不容易的 会不会因为 你那时候对他特别好 然后你心里面 是有点小得理的 所以呢 你会对他比较强势一点呢 也可以这样说吧 非常强势 站在那边 他永远是对的 我怕失去他 我一直怕失去他 现在骂我跟骂儿子 我都 我都是人的 2006年结婚之后 会不会觉得 已经挺幸福的了 对 那会儿也很幸福 当然他对你好吗 挺好的 这样说吧 我的朋友姐妹们 说给我打电话 我们出去吃个饭呀 或者我们到哪儿 去约会一下呀 他可能都会给我打电话 怎么想办法让我回家 他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 而且就即使说 那会儿我跟朋友 出去吃饭也好 说要约会也好 但是我心里 还是想着他的 我会老早很快回来 你们什么时间 有的孩子呀 我们没有这个孩子之前 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我有一对双胞胎 就是你现在的孩子吗 不是现在的 那为什么孩子走了呢 因为他上网聊天 认识一个女的 嗯 当时他也很气愤 我想看他聊天记录 他不让我看 我们俩就动起手来了 我故意他可能也不是有意的 但是照顾我的腰部 串过我一脚 推我一大跟头 结果后来我肚子疼 我也没敢说 后来我们小孩 已经五个多月了 都没有了 来推一下先生话筒 是有这样的一件事吗 你想一下 我是那么饿的人吗 而且那个 就是他那时候 不是孙产生下来的吗 医生都说了 因为有一个孩子 特别小都 就是颜色都变了 所以可能那小的 把那大的 给影响了 所以他俩都活不了了 你觉得跟你这个动手 有一点关系吗 说我踹他一脚 我都茫然了 我什么时候踹过他 你想一想 他挺的大肚子 就是说他可能是跟我俩 比如说看聊天记录什么的 我们俩推推商场 那可能 我怎么可能 你想一想 我对我儿子都这么好 我都三十多岁了 我怎么忍心的 那么大肚子 我能去往肚子上踹他一脚 什么时候发现 这个孩子可能保不住了呢 没有 因为那个月那个时间 做拆心的时候都挺正常的 后来我们再去做的时候 就不行了 就没有拆心了 他到底打你了吗 他确实打我了 我们俩就是说 我非要看他那个聊天记录 他死后不让我看 但这个推嗓当中 我们俩就到了客厅门口 他推我的时候 他可能踹了我侧面 要不当时日记头上 他可能也不太注意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是踹了我 还是怎么样的我 完了之后 他推了我一下 我坐一个大屁股蹲 坐在地下 后来我就拉着衣服起来 起来完之后 他又推了我一个屁股蹲 是这样的 你当时是孕妇啊 可能我们俩特别激动 大家都没想那么多吧 他后来后悔吗 这件事 也谈不上多后悔 但是我们俩就是要这个孩子的时候 都很辛苦 听我的感觉 就是我老公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如果说一个男人就是打你骂你 你想你还会跟他过吗 就是这是最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跟着这个男人也算是担惊受怕了很多次 对 是这样吗 对 所以现在我想啊 我们回到今年2011年的2月份 既然你这么爱这个男人 怎么突然就强烈的要求起来要离婚呢 他刚才在台上说了很多假话 我姐姐他们原来在老家过得也很好 他给我姐姐他们打电话 就是说第一想帮我看孩子 第二呢就是说我姐姐他们能帮我做点事 就是说能可以利用赚钱吧 他给我姐姐他们打过很多次电话 完了那个我姐说那要去就去吧 就这样完了就过来了 过来了时间不久 他就是说经常不在家 经常晚上不回来 没过年的时候他就告诉我 初六要出差 结果是这个第三者初七过生日 我们不说他是第三者吧 我们说这个小女孩吧 算是小女孩吗 92年的应该算是小女孩吧 92年的呀 对 19岁啊 对 你见过吗 我见过他 但是他可能没见过 他可能不认识我 我认识他 他长什么样啊 我问过我前夫 我说你觉得他长得漂亮吗 他说我不觉得他长得漂亮 还不如你漂亮呢 我说那你图什么跟他在一起 他说我也不知道 他自己搞不清楚 当你发现的时候 我想他们可能还是个初步交往啊 或者也许刚刚认识什么的 你觉得那个时候选择离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吗 不是 我可能那会儿可能不度吧 建一老师 其实我觉得 现在有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女性坐在这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曾经的这个离婚吧 很仓促 很一时冲动 他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位女士呢 她虽然哭泣啊 说的好多事情 也确实是挺受委屈的啊 作为女性的角度呢 也很同情她 但是呢 就从她先生那个经历 她去帮助她先生等等这些 又看出她是一个非常刚烈的女人 她认定的男人 她坚守的爱情 她会特别极致的去抓住 就是她不会像一般女孩子 男朋友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很理性的考虑今后的生活 然后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 而你呢 属于就是只要为了一个爱情 就是非常坚决 但这样的性格呢 往往又有一种反向的东西 因为甘蔗没有两头田 有时候缺点是优点的延续 那么你呢 可能是属于什么呀 掌控心很重 就你只能爱我一个人 因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所以你要爱我一个人 那么当出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你根本眼里就不揉沙子 所以在这种情绪下 你一定会选择冲动性离婚 这位女士 你其实犯了一个大错 你刚才讲到 这位先生就在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 但那个时候呢 可能是你们用其他的方式 都能够把它化解 但这次你就容不下 其实我觉得女人呢 可能在生活当中 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女人是需要智慧的 就需要技巧来处理的 但是在这次 你选择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赶紧就离婚 可以这样说吧 我跟她离婚不是我的本意 我也不愿意这样做 我说只要你好好回来 咱们过日子 一家三口人幸福团圆 也就是说你跟她离婚 你只是要下午下午她 可以这样说 我就说那意思你 咱们俩过一段时间再复婚 但是你还回来 等会等会 听一下律师讲 这这一领了意味着什么 太儿戏了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你法律上已经离了婚了 就都是自由的了 不像你所说的 说我有个证没个证 无所谓 不是那个概念 你婚姻关系结束了 两个人都是自由的 都是独立的 她可以出她的女朋友 你可以找你的男朋友 这个时候女人 如果要是不用智慧 用你所谓的 用离婚来 离婚来吓唬吓唬她 这样的办法 对她来讲 真的是一个 庆幸时刻到来 如果说那个女孩 跟她的这种感情 迅速的升温 我毫不夸张的讲 是您那个时候 给她建立了一个升温体 否则的话 她不会发展的这么快 毕竟才那么短的时间 我能看得出来 您很后悔那样处理 但是我以为 如果你真的想挽回这段情感 应该从根本上去意识到 同时 不要过多的再强调对方的问题 特别不要再用第三者这样的词 因为你说的越狠 她离她越多 对象王导所说的这样 因为这位女士 用到第三者这个词语的时候 我听起来也就想 是这个女士去破坏她的家庭吗 在婚姻存疑期间 我们认识的人 可能不单纯是同性别的 还有异性的 那么跟异性的这种交往 在一定程度来讲 我们都是一种正常的交往 因为你没有任何 这样的一个证据 来证明他们两个 在你婚姻存疑期间 他有其他的一个行为 你这个婚姻 已经解除了 刚才律师做了一个解读 就是两个人都是自由的了 你是自由的 他是自由的 你可以寻找一位男士结婚 他也可以寻找一位女士结婚 所以我认为 从此之后呢 那个第三者这个词语 不要用在这位女士身上 对她我认为 还是有一点不公平 另外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女士比较 易冲动 我认为是易冲动的 说我跟你离婚 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从来都不存在吓唬的 我们冲动 主要为这个冲动 要付出代价 我相信这位女士 她因为付出了非常多 就认为 这个人 就注定跟我是一辈子的 因为 我比别的婚姻家庭中的 女主人要付出的更多 这是她的一个优势 但在这个优势中间 不排除婚姻生活中 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强势 一种 哎呀我终于结婚了 这个男人就应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注 对我无微不至的爱 比如他谈到的 即使离婚之后 那个男士 服了他一下 他认为这个服的动作 就意味着一个爱 如果说徐阳律师 现在不留神 这儿稍微一歪 我可能马上也会服一下 那么这个服的动作 这就对别人一个小小的帮助 仅此而已 他可能会跟我要求情感上的 就是夫妻上的一些东西吧 我觉得就前两天他回去 他就跟我要求过 我觉得我们俩还是有感情的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话 作为一个男人 这样的话 对他自己也不好 对我也不好 所以你觉得 其实你们俩之间这种情感 应该是有一个圆满的归宿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 但我就跟他这么说过 我说也许是你种种的表现 让他感觉到你还爱他吧 我想问一下 他说现在你严重的骚扰他的生活 你认为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你说一下 你一般什么时间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比如说孩子不舒服 或者是说孩子找他 说心里话 以前我没怎么给他打过电话 最近的电话比较频繁吧 一天有时候可能会打俩 不止 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都能打 六七个左右吧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 有点后悔了 大约有半个月了吧 这半个月你怎么就突然向他觉得 你还是应该跟他在一起 我们俩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再来说我觉得我们俩建立这个家庭也很不容易 我跟孩子都需要他 你知道你前夫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状态 其实他过得也很不开心 你说心里话 他是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 他是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对吗 对 你怎么知道他过得不开心呢 他表现的感觉 他不光是给我表现的感觉 他给邻居朋友表现的感觉都是很痛苦的 也很累的 所以你认为他根本就不适合那段感情 对 累都是因为他造成的 所以我老公才会这么累 因为跟我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他可能目前表现的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幸福的 你刚才说给他打电话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哭闹 我就做一个假定 如果你们没孩子 那你会 你还会给他打电话吗 我会 因为你要说都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我就觉得这就是拿孩子当理由了 没有 其实我也很爱他 我还是深深深爱的 所以你就直接说其实就挺好 他们家人所有人都是这么 听我老公的口中就是说 哪个他中往外推他吗 离婚之后他其实是找过你的 那个时候你没有给他机会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其实还是有些后悔啊 对 观众体上有一位是你的姐姐是吗 对 姐姐怎么看这件事你知道吗 姐姐也没有办法 姐姐也特希望我们能和好 姐姐能接受我的采访吗 应该没问题吧 嗯 姐姐比他大挺多的是吗 大十个多岁 妹妹出现了这事特着急吧 对 觉得在一个孩子特别 他会经常在家里掉眼泪吗 经常是 你还是希望他们俩能复婚 对吗 对 嗯 我不希望他们再让他走下去 你跟你妹妹的前夫 也就是你原来的妹夫交流过吗 交流过 嗯 他怎么说呢 也各说各的礼吧 我一个妹夫吧 也可以这么说 他要没有原先 就是他这个网上聊着一个女的 他们俩也不会走到近年 所以你觉得是完全是外界原因 对对对 你觉得他们俩本来的感情没问题 没问题 这么说吧 本质我妹夫 感觉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吧 好像没有那么太坏 其实我妹妹吧 就是多少好唠叨一些 一唠叨吧 她一个男的 她就烦了 她就想出去 我妹夫就是公司交朋友的 经常不回家的时候很多 我们也说过她 你头半夜可以出去交朋友喝酒了 后半夜你必须得回家 你毕竟有孩子有家了 是不是 嗯 我也说过她不少次 我妹妹我也说过她很多次 就是尽量点 你少唠叨一些 嗯 体贴她一点 就是你跟她在一起 原先你们经常争执吗 经常会有一些小矛盾 小摩擦 你怎么见过那个女孩的 我不想说我怎么见到的 但是可能我比较用心吧 是什么时间 大概是离婚之后吗 还是离婚之前 离婚之后 我们来看看观众们 都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大姐 你觉得这怎么办呢 这个主要是找自身的原因吧 你觉得她们俩能够婚吗 我觉得如果说是 应该能行 我觉得应该能行 我们女同志一定要少唠叨 因为男同志要是回家的路上 要想到你的唠叨 她的回家的感觉应该你要想到 所以大姐你觉得她们俩能够婚吗 我觉得如果她双方要多努力 尤其是这位女士吧 让她改变一下她现在的状况 我想有可能 有可能 那你看刚才那位男士的状态 你觉得有可能吗 要看刚才那位男士 好像不太可能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外界人给她点动力 或者是怎么说呢 也有可能 因为她毕竟还是对你孩子 还是那么好的 她想孩子呀 您怎么看这事 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 您呢 我希望他们都放下自己内心的情感 不要那么痛苦 那么纠结 然后为孩子多想想 后来多想想吧 接下来呢 帮我们把这位先生请上来 我们看看先生怎么说 你觉得 你的前夫今天来这里 他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 他抱的什么想法来的 当初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来这种地方 就是说 看看说 我们俩有的时候 会闹一些小的矛盾呀 或者是说 有一些小的摩擦呀 我就希望到这来 有没有情感专家 或者说有心理专家 给我们疏导一下 能把这个难关度过去 但是他一直不同意来 所以我们俩才 就是说 走到了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俩就是没有领手 去之前 我一直跟他做工作 那我想问一下 先生选择了 没有任何保护 就很坦然的坐在这里 但是您选择了有保护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个保护 不保护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来了就解决问题来了 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 反正是 我对这个无所谓 好 先生 这个女士认为你对他还有很多感情 甚至还对他有过一些夫妻间的要求 您觉得是这样吗 不是 理性来说 其实觉得也挺对不起的 是 因为他为什么现在脾气不好 就因为给外面等了我两年 我就觉得回来了 包括说的他本人 我家吵不吵架 随他的心情 他心情好了 今天就不吵架 我每天早上保证得吵架 嗯 为什么 不知道 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每天基本上嘛天天嘛 你点什么呢 基本上天天吧 你上班嘛 我没上班现在 他不上班 你上班 对啊 他就冲达我 冲达04年吧 因为我就觉得男人嘛 就应该 组外女人组内 我还是比较大男人的那种 你前几年 是不是老怕我出去上班也好 说跟别的男人 或者说跟朋友之间 有其他别的来往 所以你才不愿意让我出去的 比如说我要跟朋友出去吃个饭 你怎么想办法让我回家来 有没有 正常晚了 我就应该给你打电话呀 回家吗 其实不是说晚了 你说 那你说你想要干嘛 现在你都怕什么 你说你 那你说你能干什么呢 你能告诉我吗 我出了这个服装那房页 可能我也不会做什么 对啊 说我本来也做过服装生意 做过 那你觉得你自己能干什么呢 我可以卖服装 我可以找个地方上班 卖服装 先生 这位女士觉得 她根本没有打到您的生活 她说她没怎么给您打过电话 那就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是这样的 她其实还是抱着一个 很好的想法 想跟您沟通 对不对 对 这位女士觉得 你们俩离婚的根本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 我40岁了 我都快 我今天34 她比我大三岁 你多大年龄 我34 你老说你40岁了 最后你其实才34岁 我就说类似 你说我都快40岁了 你想一想 二月份离婚 加不加不起来 也就二月份 你想想我可能会弄 其实我俩离婚 那时候不是因为这件事 她也不知道 我认识的女孩 我知道 你不知道 她不知道 因为我俩 当时离婚那时候 特别平静地离婚了 后来她知道了 为什么把我那些东西 都给她偷走了 就她觉得心里 有点不平衡了 元旦的时候 我们俩就吵得一下 挺凶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天晚上回家都很晚 不是跟哥们喝酒去 就是跟这个有应酬 但是说究竟她干什么去 我也不太清楚 也就是说不完全是因为 你认为她真的在婚外 怎么样了 是这样吗 完全 她确实在外边 我确定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想说 我也想给她一个机会 也想给她留一个面子 而且我就想让她主动说 每次我问她 后来她一会儿跟我说 是山东卖房子的 她既然是因为这个女孩 那她就应该 非常庆幸你提出了跟她离婚 然后她赶快跟你离完 她还求你干嘛 说不要离 她想回去 你因为她那个求你是假装的 她当时可能跟这个女孩子 在一起的时候 也就是想玩一玩 可能是这样吧 那你 没想到怎么样 那你怎么能认定 她是因为这个女孩 才把你的婚姻给解体的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女孩的话 可能我们那也不会到那种地方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办了 就离了婚了 我是这么认为 这就是你思维上的问题 王老师你可能没听懂 我再帮你解释一下 假如她当时真的是新走了 走到另外一个人那了 她可能会巴不得赶紧跟你把婚离掉 王老师是这个意思 但是她不是这样的 可能你也处理了 有些草率了 是这样吗 对 我就是处理太草率 先生 您能告诉我 为了孩子 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可能性 跟这位女士的交流交流 我跟孩子有两个爸两个妈 也应该挺好的 两个爸两个妈 那么我换一个问题问你 假如说我明天给这位女士 介绍一男朋友 我都劝她 我说你把孩子放到我这 我这女朋友也不是说是什么 特别饿的人 孩子也来过 也幸福吗过的 我觉得还可以 这位女士说你其实根本不幸福 对吧 是从哪看出来的呢 你跟你的哥们也好 说楼下邻居也好 你在外边跟谁哭过几次 你自己心里面应该很清楚 我哭的不就是想回来 你不不让我回来吗 我那会儿就是一直说 让我婆婆过来 对不对 你跟你婆婆关系怎么样 不是很好 我觉得不好 为什么 话又拉回来了 当初她就确实 给外门等了我两年 我俩也是提我一次分手 是因为后来她把我衣服全给烧了 我走了 你这胡说 你真的胡说 在咱们站在哪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你要是说我把你衣服给你扯口子了 我信 我说你就听了就行了 好吗 完了我就走 后来她去买药 去的是什么呢 完了就是那个药店给我打电话了 说这个女的挺情形激动的 说你赶上回来吧 回来完以后 她就说那咱俩结婚吧 这是2006年的事 结婚了 我说那就结呗 第一次进去我家吧 就跟我爸我妈 我弟吵起来了 反正都哭了 这是事实 所以最初每个特别好的印象 是这样吗 她就觉得我对你儿子这么好 全天下都得付我 你说这不对 因为当初我去你们家 因为你头一天出的监狱 对不对 出完了监狱之后 我给你买的手机 你承认吗 承认吗 我给你从里到外换了一身 等到晚上咱俩回到房间里头 我说特无聊 我说咱俩去你们家吧 我是这么说的吧 咱俩急急忙忙到那售票点 买了火车票 咱俩就坐火车回家了 是不是 我给你买完手机 你谁都不认识 对吗 你是谁都不认识吗 坐火车上我睡着了 你给一个女的留电话 屁股还没坐在 没坐在抗炎边上 这个女的电话打过来了 手机被小弟抢过去了 你知识识识 不知道说什么 有这回事吗 有是吧 伯伯就问我说你们家家庭背景 我们家家庭背景谈不上有多好 伯伯就说了 你全股高 你们家家庭背景不太好 就说你们俩那意思不太合适吧 反正就跟我说 我们家没钱 这么没钱 这么没钱 我说阿姨 我第一次来家里边 我不是说跟你要钱来了 你也不可能给我多少钱 我们俩走到哪一步还不知道呢 我说我们俩刚刚时间也不是很长 咱俩谈不上钱 因为他说我家庭背景不好 可能触动我的心吧 我家庭背景确实不太好 因为我同校父母也是离异的 我妈真的 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了 完了之后我哭了 我婆婆也哭了 当时可能我哭得一团粥吧 完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后 我们俩在家待了几天 没几天就回北京来了 回北京来 我们俩就过我们俩自己的日子 也很幸福 待了时间不到一年 你说我家 我就怀孕了 你说我家在我们家那 那个房子比我爸四十多大 因为说地震的时候 说咳嗽一声 我们家的房子又要倒了 我妈有什么资格说你家庭不行 当然了 儿媳妇来了 肯定问你家里有谁了 她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 她会说你家庭背景怎么怎么样吗 那你不跟我说的吗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这家农生老太太 别字都不识 就可能就问了说你家里的都有谁呀 就就这个呗 那我明白了 就是说其实在你们这几年 五年的婚姻生活中 婆媳关系并不是特别融洽 是这样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好吧 那我们再拉回来 说刚才 女士觉得你现在过的是假幸福 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你跟那个女朋友 真的在一起很幸福吗 很幸福 我这样说会不会很自通你啊 没事 你想听她这句话吗 我想听她这句话 那您告诉我 你们过的日常生活中 怎么幸福的 就是点点滴滴 实际上我的要求就并不高 就是你别天天骂我 做家务就可以了 我其实我就要求 我对女人要求不算太高 你现在的女朋友 给你就是做家务 做得还不错 对呀 你准备跟她结婚吗 是 你确认吗 我确认 在你刚才的谈话当中呢 有一个词一直在 我的脑子里头转 你说的是赌一把 其实当一个男人 对一段情感认定 是赌一把的时候呢 我以为这里边 他有问号的成分在里头 未来的这个日子 其实你也不敢很确定 当然你刚才说了 我不能保证我一定怎么样 但是这个犹豫的成分 这里头是不是和眼前坐着的这个女人 你从心理上不能够完全放得下 有一些许的关系 同时呢 今天这个小女很多岁的女孩 一定会说 我会对你的孩子好 我们一定会相处的很好 甚至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 你也看到那种幸福的样子并不差 但是继母和你的孩子能相处的很好呢 真的还会有一定的难度 日子越久了 麻烦越多 那种麻烦也许会超过你现在 已经感受到的这种麻烦 我认为这些因素呢 都希望你过滤一下 然后再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因为先生 我刚才在一开始采访的时候 我就说过 你们其实相识才四个月 就你现在会不会因为 这位女士 对你的种种让你的烦心事 导致你把情感直接偏向了那边的 那一个小女十五岁的女孩子 当然我认为爱情不分年龄 不分界限 当然我非常担心你这份爱 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吗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跟前 在一起没有代沟 因为我们俩聊天的时候 如果也有代沟的话 我也不可能去选择她 你认为你很爱她吗 我现在很爱她 你认为她很爱你吗 我认为她很爱我 比如说眼前的这位前妻 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或者说不是这一段时期以来的表现 突然间经过我们这么一揉 变成了完全是你想象中的 那样一个女人 你觉得你还有可能 因为我们打了十几年了 我真的疲惫了 我们说我们俩吵架 是取决于她的心情 经常动手 上来就给我一嘴巴 我是我打过的 平均三年我动过一次手 我平常上她 我身上全是遍体力量 每次洗澡的时候 不是清的就是紫的 就因为孩子七个多月的时候 我没让你去跟别人男人喝酒去 你给我打的从床上 踹我了我脊脚下去啊 你这一拳下去 竟打我致命的地方 我回身都是伤 你感觉特快乐吗 那我都忍不住了 那你实在给我憋的 我都没有办法发泄了 你说你每天除了骂我 再不就说你开车你怎么不撞死呢 你撞死跟我儿子 咱们找个好的 是不是你说过这话 我没说过这话 我没说过 真的不说了 我不说了 你要再说不说 我就不踩 我就走了 他打过你对吗 打过 你打过他吗 打过 嗯 他打你多 还你打他多 他打我多 你打过他吗 打过 他打你多 还你打他多 差不多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还手 一般是谁先动手 有的时候他说心里话 他真的发起脾气来 我可能会退一步 你刚才说有的时候他不还手 他不还手就意味着你打他多 更多一些 其实这位女士 我特别希望 如果你希望挽回这段情感啊 您相对客观一点 因为这位男士呢 我能看得出来 他在克制他说话的这种状态 他希望不给我们留下那种 呃 不太讲道理的那种影响 但是你现在呢 还没有进入这种思考状态 你更多的还是倾诉状态 既然想挽回 我以为大家应该从现在 至少应该从现在开始 我可能有 你比如说刚才说 你什么抱着孩子将来什么这种话 我敢断定你说过 你们俩当时离婚的时候 协议财产的事情了吗 协议了 嗯 按照协议执行了吗 执行了 你给我了吗 咱们俩现在主要是谈感情复合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 不是 如果咱俩复合不了的话 给不给我东西啊 咱们现在谈感情复合的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这么多年 他就拿我拿的稳稳的 比如说 在这儿来探 我上两天说孩子就打针去 说给孩子去看病去 我开车去了 完了就不下车了 我就不下车 你走那儿我跟他呢 我欺负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你说我能打他 就能我不可能去打他 我说你不下来我就走 走了 您家里有病毒钥匙吗 他把车就藏起来了 我现在上班我也上不了班 没有车 因为我公司在封信桥 我就想让你回家 我没有给你 你觉得那房子都没拿住我呢 你觉得那个 我就想让你回家 我跟你不一样 你满脑里都是钱 我当初跟你的时候 你有一分钱吗 我要不让你过成好日子 我要不让你过的好日子 那是咱们俩来努力的 不能说是你让我过的 随便说 我在前方冲着 你确实把钱滑住了 我妈都说 她确实把钱赚出汗来才滑 这让我承认 是不是 那你也不能说 这钱都是你挣的吧 我没有 04年就没上班 这是怎么 刚开始的时候 岁月小 在北京老厨师 可能家里父母就寒心了 我就干这个 他说 我爸那时候 他可能也不同意 本身家里就穷 我爸给了我 一万五千块钱 说 你就一万五千块钱 以后你活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正好我们卖服装 后来花了一些钱 剩了八千块钱 我就说要干这个 不想过以前的日子 往我下方出个房子 每天就过来了 说 你那钱剩了多少了 那意思我会胡花了 特藐视的那种 我说你还怎么怎么这一般 因为我跟我那合作人非常好 就是我干这东西 干了四个月 我就觉得这东西 我也能干 后来我们就自己出来干 他干这一件事 从那时候都差不多 犯了七年了 他觉得我就挺实在 我跟谁都实在 就觉得说 说白赞 说那个你 跟我干这个 就是干这一种 我觉得你也挺好 我说我就八千块钱 我说赔了呢 就咱俩一拍手 你走你 我说要挣了呢 就咱俩呢 我记得挺清楚的 反正是我第一桶金 挣着拿回来的时候 是拿了两万块钱吧 你看您刚刚讲 您做生意过程 我就突然觉得 您可以属于那种 对人相对 你认为比较实在的 然后呢 可能不论是男士女士 你可能都会比较热情 然后比如说 姐妹留个电话 以后常联系 我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 跟人见识三分钟的时候 可能让第三人觉得 我们俩认识好几年了 自来手 对 可能 那么献哥 做生意是有好处的 当老公是很麻烦的 当老公呢 是比较容易惹麻烦的 可能是 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 在我眼里 不可能出现那种事情 你坐在车上 真就把车给弄走了 对 是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真实 不是 你说我就想让你回家 对 我就想让你回家 而且我说了 你要是这样过日子 你走到哪儿 我就跟哪儿 你睡在哪儿 我就睡在哪儿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觉得 没什么不合适的 当时 我觉得他对我也有感情 我对他有感情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合适的 我没想那么多 那我问你 如果这样的话 你考虑没考虑过 他现在新的女朋友的感受呢 我没考虑过 你觉得也没必要考虑 对吧 对 那你觉得他考虑你的感受了吗 他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帮你连一下 那个 他新女朋友的电话可以吗 可以 你准备说什么呢 我问他 他愿意走到我这种局面吗 他也是一个女孩子 我也是一个女人 我觉得他将来以后 也会结婚 会有孩子 那咱俩先打一下 咱们练一下 我是这女孩 你打给我 喂 大姐吧 嗯 嗯 你刚才在电话里边说 说我愿不愿意走到你 今天这种局面 嗯 放心吧 我们俩不会过成你这个样子的 嗯 尤其是我看完你们那个电视节目 我更加觉得 我不会过成你这个样子 嗯 我不会像你 对你前夫那样 我会对他很好的 你放心 你还想劝我是吧 那你劝我吧 我今天愿意细耳恭听 嗯 好 你咋不说话了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嗯 你不说 我跟你说两句吧 嗯 你要以前对他好点 你要以前不是老唠叨 你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 他现在没有结婚 而且我告诉你 他比较不到 我再次告诉你 真的不是 你会不到我这种感受 来这样姑娘 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帮我连个线 喂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我能听到 现在呢 我身边坐着你的男朋友 和他的前妻 你见过他的前妻吗 我没有见过 从来没有吗 是的 但是他说他见过你 嗯 那我不知道 嗯 你能告诉我 你现在跟你的男朋友 生活的幸福吗 很幸福 很幸福吗 是的 嗯 你的男朋友对你好吗 对我非常好 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前妻 特别希望跟他复婚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等会儿再跟您通话啊 先生您先休息一下行吗 嗯 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对吗 不是 我跟他打过电话 你打电话怎么跟他说的 我就说能出来见一面聊一聊 嗯 他怎么说的 他说跟我没有什么好聊的 嗯 客气吗 还可以吧 经常打 算是经常打吧 我非常烦啊 然后那个 并且我现在的婆婆也说 就是打电话 你不要接 怎么怎么着的 假如你俩真的坐在一起的话 你想跟他说什么 我们俩以前的事情吧 多一些吧 你会跟他说 你跟你前夫之前 多么幸福对吗 嗯 会说 你会不会跟他讲 你应该离开我的前夫 我会讲 其实我都能想象到 让我放手呀 以前我放过 可但是你都说是这么做了 我不可能说再放手了 但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说服他 要离开你的前夫呢 嗯 我靠我自己的努力吧 你要靠自己的努力 你首先哪让他们俩分开啊 我觉得他要是认可退出的话 我觉得我前夫应该是 同意回家的 你估计他现在在哪里 应该就在咱们演播室 后边大厅吧 你觉得他会在观众席里吗 没有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他姐姐在这 哪个是他姐姐 这个是他姐姐 亲姐姐 那个应该是他表姐姐吧 你怎么知道 我觉得我没必要说 我怎么知道 我知道 我见过 哪位是这个女孩的亲姐姐 对 我是 嗯 刚才我在采访你的时候 你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 你说顺其自然 对 你怎么看这事现在 嗯 我感觉就是说 我希望每个人都幸福 如果说就是说 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的话 就没有必要走下去 我尊重我妹妹的选择 你也是离过婚的 对 对 你也走过我这一步 对 但是我没想到 你希望你 你觉得你妹妹这么做 你觉得对你们家 有什么好处吗 对你 对她个人来说 有什么好处吗 我感觉她现在挺幸福的 我很尊重她选择 目前幸福 虽然说我是一个离婚 而且她俩差的年龄 差的那么多 她们俩差12岁 没差那么多 年龄不是差距 你妹妹哪年出生的 我妹妹92年 90年 认为就是说 那个现在 我妹妹是22岁 她是我们家最小的 然后把她户口落了 小两年 小两岁 今天也比较紧张 事情是以户口为准的 不是说那个 与你说的为准 就算是她 不管怎么说吧 大多少岁都不重要 我感觉 因为我也是个离婚的女人 我希望 我以后 如果要是说 找男朋友的话 我也希望找一个 大的十多岁 不希望找一个同龄人 听到现场张女士 和自己姐姐的对话 小梅主动从观察室 来到了舞台前 她向主持人表示 自己也有话说 你愿意笑来吗 我想跟你单独说 你想跟我单独说 对啊 你想跟我单独说 你想说什么 我不想跟她那个 但是这样姑娘 因为我不希望你的姐姐 帮你冲在前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我可以答应你 把最简单的问题交流完之后 我们单独交流 我再让你们中间 好吗 我不想跟她在 同一个场上交流吧 为什么呢 想跟她正面企图 或者说冲突什么一类的 不会的 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呢 我觉得 我们是想帮助你 我最想跟您 就是单独谈一谈吧 因为有好多事情啊 不像她说的那种 原来面对面 肯定会打起来 就是近几天的话 我觉得不会的 她一直想再挽留我 也就是说 您希望您自己跟我交流 是这样的 那我退场 你们上来说吧 但是这位姑娘呢 你将永远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孩子 你们将来两个人结婚的话 有一个孩子 是你丈夫的儿子 同时是这个女人的儿子 这就是连带关系 你跟她永远会见面的 是我知道这一点啊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毛老师说的这一点呢 其实姑娘挺重要的 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出来 我们始终在 非常客观地在关注着你们的 其实刚才马老师这个问题 提得特别好 事实上 如果你要是跟这位男人 成为一个夫妻关系的话 你将意味着这一辈子 将和这个女人是要打交道的 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呢 学会跟她交流 如果你见都不想见她 你不想再跟她直面 我相信你的麻烦 你会影响不到 你的痛苦 你会影响不到 我是想告诉你 你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因为你要选择爱这个男人 就意味着 这个男人的孩子是他的孩子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勇敢 你不能让你的姐姐 刚才我倒挺欣赏你的姐姐 语言很干脆 表达会上清晰 可是你的姐姐 不可能永远为你做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将来 所有的事情都意味着 要你自己来处理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勇敢地坐在那里 坦然地 科学地 准确地 给你提一些建议 合理化的建议 让你们的日子过好 否则的话 你真的不知道 你现在以为自己很幸福 你以为现在幸福就足矣了 但实际上 你的麻烦已经开始 你可能意识不到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有时候我们做事 总是需要有一个说辞 而今天就是一个说辞 让你和这位女士来面对面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90后 她还很年轻 我特别希望各位老师不要着急 我再次问你 你愿意 同场我们把事情说开了吗 好吧 好 谢谢你 她坐在对面的时候 你会有一些不舒服吗 没有 刚才你不是说 如果你们见面 你会有很多话要说吗 我觉得你很年轻 你可能也很漂亮 我不承认我漂亮 你真的敢保证 你将来以后很幸福吗 我敢保证 我会很幸福吗 我跟你这样说话 既然她说能对我这样 我觉得她应该也能对你那样 而且过去我为她做了那么多 我觉得她对我都这样 我觉得你也不承认 我感觉你形容的也许不全对吧 如果说她要对你真的是那样的话 你为什么还依依不舍的呢 没有像你想象成的那么热度吧 不是 因为我跟她在一起十几年了 我比较了解她 她的所作所为我非常了解她 你跟她才在一起几个月 虽然说没几个月 但是我感觉我也很了解了 我觉得你年龄真的太小了 你说的话也很天真 你想的事情可能也很天真吧 你真的敢保证说你跟她以后 真的顺利的能走在一起吗 人没有特别顺利 也不可能特别顺利 我就一句话告诉你 你跟她才不会顺利 但是我也可以说这一句话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一定会让我们俩更幸福 你放心 我告诉你 你觉得现在白雪山正的觉得很多 我没认为她真正 而且你明天可能 没准这公司就没有了 她现在什么都没有 现在你不什么都没给她吗 她也就面对的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什么企图 我就是爱她的人 我没爱她的钱 我可以这么说 嗯 行 可以 那你去爱吧 我妈这人也特别理性 就直接问她 说你能跟我儿子过吗 你能跟我儿子过 你就跟她过 你不能过 你赶快走 她说她说 阿姨你说我能不想跟她过 我不想跟她过 我能给她带回老家去吗 那你愿意放弃了吗 你不在纠缠我们是吗 我不愿意放弃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在纠缠吗 我不愿意放弃 我就告诉你 我不愿意放弃 你不愿意放弃 你就意味着还在纠缠我们是吗 我没必要跟你说了 姑娘 那个这位女士 我帮你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要是真的选择了 跟这位男士走在一起 也许你们还可以有共同的孩子 是 我讲过这个问题 但是首先 她现在的这个儿子 那一定是你未来 希望成为她妻子的丈夫的孩子 这是肯定的 也就是 你这一生中 有可能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也可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甚至可能如果双胞胎的话 还是更多的 是吧 那倒是 但是你对于 走亲走近的这个男人 他的这个孩子呢 就意味着你是继母的身份 是 我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就是当一个 以继母身份 走进人家家庭的 这么一个女人呢 开始呢 都会是你现在这个态度 但是当孩子长到一定的年龄 比如说跟你个儿差不多的时候 真的你会很烦恼 我说完这一切的时候 会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一点点动摇 没有 一点动摇都没有 因为这些事情我都考虑过 虽然说我是90后 但是我把我们俩的爱情看得比较明示吧 因为 我想过如果说我要是跟我现在的老公在一起生活的话 我们俩就很男朋友 我们俩现在就属于结婚了吧 只不过是没结 不是 那你这话说的领证了吗 对啊 领结婚证了吗 对啊 你知道吗 你是92年的明白用什么领结婚证 因为我真实是90后呀 以你户口去领证 明白吗 你要懂 咱这种律师你可以问一问 以户口去领结婚证的 不是说用你去嘴去说去领结婚证的 懂这个问题吗 我懂我明白 那你问问律师吧 你带来结婚证了吗 没有 你那个结婚证不属于合法的 是假的 知道吗 不受法律保护的 是 这个先接过去好吧 就是算是假的 是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但是说我就是依然还是爱着他 虽然说王导刚才跟我说了很多 但是这些事情我都想过 我想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这位女士 你脖子上戴这条链子 是谁送给你的 自己买的 我刚刚认识 我前夫 没几天的时候 我自己买的 好 戴了很多年了对吗 对 你脖上这条链子 刚刚那位男士戴的链子很像 是的 是谁给你买的 我送给我老公的 我老公送给我的 你能说是男朋友吗 可以 你们俩买了一模一样的 他把他那个玉罪 佛嘛 耳钉 戒指 换了 然后加了一千多块钱 这花了七千多 他给我买了这专戒 花了一万 一万一千多吧 他就这点钱 全没有了 他在跟你婚姻期间 经常给你买礼物吗 会买 有给你买过 就情侣的这样的东西吗 有 比如说 比如说戒指 我现在手上戴的戒指 是他给我买的 项链 耳环 比如说化妆品 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戴一条 他送给你的项链呢 我也没想那么多 但是我手上戴的戒指 是他送给我 他给我买的 我曾经都要求过他 我说你难为送我一袋 他从来没送过我东西 当时你们在买这个 你脖子上戴的这个项链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之下 你还记得吗 我们两个一起光超市吧 然后就是 我送给他的 然后他还送给我了 他就带着吗 我一直都带着 嗯 好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吗 现在也没什么空间 我采访一下他 你听听 好吗 好 那您休息一下 来 小强带他休息一下 你说话平时就这么直吗 是的 你们家几个孩子 我们家两个 你带这个男朋友 见过你父母了对吗 是的 你父母同意吗 同意 他们知道他这些情况吗 知道 我都说了 你跟你这个男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嗯 嗯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个朋友 普通朋友吧 就算是个普通朋友 所以他在那儿离婚了吗 你说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但是就是说的那个 就是贪心嘛 因为上网他也就是心情不好 贪心 嗯 后来我就回东北了 等到我回来的时候 然后就听说他离婚了 刚才其实这位女士 在讲这个过程中啊 因为他也讲到了 他认为你跟你这个 现在男朋友 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我是在想啊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中 可能你不幸福也得说幸福 你觉得呢 我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没有必要去伪装 幸福就是幸福 不幸福就是不幸福 嗯 人家离婚之后 嗯 你有没有跟他讲过 他毕竟那儿有个孩子啊 我做过 我有孩子 实际上不行就回去吧 嗯 然后他回去了 他听你的了 听我的了 那个时候你们俩感情开始了吗 那个时候 我们俩好像是 刚在一起 刚住房 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 他们离婚都已经是 三个多月 将近一个月了吧 我们俩才租房子 嗯 然后那个 我说你回去吧 然后当时我也就感觉的 因为有小孩 毕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也想过 然后我说你回去吧 他就回去了 那时候也有感情了 但是毕竟有孩子嘛 他也老跟我说 你说怎么办呢 他回去那天你很难受吗 我是挺难受的 嗯 然后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之后 又回来了 多长时间之后又回来了 第一次回去是隔两天左右吧 一天 这两天跟你联系了吗 嗯 也给我发信息 嗯 嗯 然后回去了 回去之后又回来了 我老给他捏走 又捏走了 我给你找回来了 他家人也在这呢 他说也把你不能这样事了 说我们家这也是孩子 也不是小猫小狗 你知道吗 你说 你连走就连走 你说 回来 说那你俩要在一起的话 就得一定有个结果 他家所有的人都给我打过电话 也都劝过我 说的怎么怎么着的 后来我 你什么 就说一样 我跟他分手嘛 嗯 他们家所有人都给你打过电话 比如说 嗯 我因为我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啊 就是有姐姐啊 还有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呢 都是谁 反正就是郭大 你经常接到电话 对 经常会跟你男后分手 嗯 对啊 我先你这日子过得 也够没有安全感的哈 嗯 算是吧 然后 烦心吗 特别特别的烦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 因为我 我爱 我是爱他的 可担心呢 我又能怎么做 这么多人 都在说这件事情 我一想 让我自己苦一点吧 嗯 我就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就让他回去了 你那时候下定决心 跟他分开了 是下定决心了 嗯 如果他当时回去 你一定不会再骚扰他 对不对 我不会骚扰他 我没骚扰 就他回去 我从来都没说 给他发信息啊 什么的 因为都他在给我发信息 因为我就感觉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让他回去了 我就不可能 偶断思连的 因为他也毕竟是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们 我们两个也不可能说 走那么长时间 是吧 我付出的都是真感情 然后他就说了一些 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其实我 我知道他说的都是 比较假的 后来他又回来了 说咱俩从此以后 永远都不会送他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那我觉得这男友 有个责任吗 你们现在还经常吵架吗 吵架了 再也不吵了 对啊 嗯 现在就是比较平静吧 你刚才说他的前期 经常打扰你们的生活 是的 您举个例子吗 总打电话 会很晚打吗 有两次是九点多 将近十点左右吧 打电话说孩子病了 然后回去了 第二天又是这个 大概这个时间吧 又打电话说孩子 那个又不舒服了 然后其实 我男朋友 他是不愿意回去的 然后我说的那个 回去本因为孩子在那呢 然后就是 他也感觉到对我挺 对不 就是对我挺不好 挺不公平的嘛 总回去 然后那个 我说你回去吧 然后他又回去了 第三天的时候 没打电话 你其实觉得 他现在这种 这种方式 已经严重影响 你们俩的生活 是的 嗯 可是他毕竟有个孩子啊 那孩子要真生病 他也不能不回去 是 我从来都没说过 说那个 你不可以回去看孩子 或者是孩子有病 你不可以回去啊 我从来都没说过 现在我就是茫然 这边放不下他 那边放不下孩子 你希望我们今天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我就希望 不要再打扰我们吧 你需要戴眼镜呢 嗯 因为 你的男朋友 并没有保护啊 你为什么要戴眼镜 这个问题 刚才主持人 也问过他的前妻 我对他前妻戴眼镜 是心里有一个解读的 那么我想问问你 为什么要戴眼镜 因为我不想让老家的人看到吧 我不想让我的朋友看到吧 因为我感觉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都好久了 纠缠这么久了 一直都没有一个就是 嗯 解决的方式方案吧 然后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纠缠的 我感觉也挺那个什么的 那你的姐姐不戴的话 你戴又有什么用呢 你老家的人认识你姐姐 同样也认识你啊 或者其他朋友认识你姐姐 也就知道你啊 我们一般理解 这个戴眼镜呢 只能是不认识你的人 再见了你不认识 认识你的人 你戴的再大点也认识你 好 丁毅老师 您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还想听他回答 一会儿我要解读 你接王导的话 就是这个想法 没有太多的想法 是这样啊 从心理学上解释呢 就是通常做伪装的人呢 他可能会掩饰度比较高 我们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 那么刚才在这位前妻 她的身上呢 所看到的就是 她有说瞎话的地方 比方在主持人再三的追问下 然后她就又说 对 你说的对 但一开始她是否认的 那么她 牵上这个人呢 倒是属于 我就这样亮相 我就是这样 而更多的认为 就是她的前夫 还是一个汉子型的人啊 就是做了 就担当 然后我就是这样 然后任凭大家去评判 但是她的前妻呢 可能有些地方 因为她 这个离婚的行为很草率 可能她有些后悔 所以她就会有些掩饰 就是作为她来讲 而作为你来讲 现在刚才解释 并不能说服我们大家 因为姐姐没做保护 周围的你的男友不做保护 只要你的保护 没有任何意义 只能说明说 有的时候 也许你有一点点 晒幸福的成分 我相信你们俩现在是爱的 但是 能不能爱得你那么踏实 像现在所表现的那么踏实 那么心安理得 那么的理直气壮 可能我表示一个怀疑 我说话直 但是呢 这个东西咱们接着探讨 也许下一步 我会推翻我的结论 但现在我有这样一个问号 所以说下一步 你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我希望你面对本心 就不要把自己的幸福盲目夸大 因为你的幸福 毕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不是第三者 没有人说你是第三者 因为她毕竟是孩子的妈妈嘛 你要考虑这个女人的感受 她为这个男人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我也是一样谅解了 我也让她回去过 我只是说你做掩饰这个角度 没有从任何别的角度 有年后的孩子 可能虽然还在起好 二十岁刚出头 他们可能还真的没法去理解 这个感情的 王老师刚才的提议 其实是很善意的 就是可能她还没有办法去理解 因为说实话 这个前妻的这种 离婚以后这种纠缠 恰恰的在短时间内 加速了这个男人 跟她的这个爱情 他们把这个看作是爱情 其实他们很多时间 是在与那个女人做斗争 就是我们俩联手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只能联手 就是在感情出气的时候 怎么样让一段感情加固 或者说稳定下来 就是要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恰恰这个事情 就让他们俩结盟了 他们她跟她男友 现在是一个蒙体 一直对外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感情 如果说抛开那个女人 你们俩到底有多爱 你们两个女人 恰恰放大了这个男人的好 这个男人单拎出来看的话 他真的有值得 你们那么去争夺 去爱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要你自己去思考 因为面对大众 面对这个舞台 可能我们说的是 王老师刚才说的 我们很多成分是在晒幸福 自己回去以后 好好地思考 这个问题你也可以 跟你姐姐去探讨一下 前夫他很苦恼 他有的时候 到我们楼下小区 然后个人面前表述的 跟我表述的是不一样的 您见男朋友 他这个一岁多的孩子吧 我见过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如果将来有一天 说这个孩子由你来抚养 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我应该可以完成吧 因为孩子也在我们家 住过一天吧 一个晚上零天 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 就刚才前面老师也说了 就是你进来就是一个 敬的一个角色 而且你这么年轻 可能对生活没有那么多的体会 所以你能不能当好这个后妈 咱说白了 一是能不能当 再一个能不能当好 因为那个孩子是需要母爱的 而且对于不再婚家庭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怎么样对那个孩子的妈 这是需要你思考的 就是说抚养权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方可以提出变更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才一岁半 到他18岁成年还远着呢 这中间可能有很多的电话 没准哪一天 人家这个母亲说 我承担不了了 或者我身体的原因 或者我也要工作了 得了这孩子您带吧 就是说您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换句话说 这女的要是动个心眼 说我现在我就 假装是一个不善良的母亲 我就让你带着 那我就 你恐怕就有点发毛 我一定要扮演个一岁半的孩子 让你带十分钟 我看你能不能带得了 没有那孩子在旁边那屋呢 那可以一会可以继续观察一下 情感是需要冷静的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恋爱的时候 永远你喜欢的那个人 是世界上最好的 但是有过婚姻的人 我们往往就会有另外一种体会了 尽管我们也反对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婚姻是实实在在的 是那个多巴胺分泌过后的一种冷静 可能我们每天就要面临着 刷碗啊 规矩屋子啊 可能这个女士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感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是童话的一句结尾语 所以要想明白 然后再做绝对 应该这么说啊姑娘 其实我想我也好 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也好 我们都是有过深刻情感经历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这句话 当我们在爱情中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年龄 金钱 地位 国界 什么都不能阻挡爱 只要有爱就够了 但是当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那么重要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记住这句话 当然我也认为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都坚信你们的爱的话呢 这也没有什么 毕竟现在呢 她已经离婚了 你们也属于一个合法 咱们先把法放在这个基础上 也属于合法的情况 可是呢 刚才这位女士坚定地认为 这位男士还是爱她的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她应该是不爱她了吧 因为如果说爱她的情况下 一个女人在哭啊闹啊 求的情况下 一个男人都没有动心 这个还能是爱吗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动心呢 她要是动心了的话 她就不会回来了 在这过程中你觉得她动摇过吗 她动摇过是为了孩子动摇的 绝对没有说爱她那种动摇 你有没有发现你跟这位前妻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你认为假如这位先生 对那位前妻有一点点情感的话 一定因为孩子 那位前妻认为 假如这个男士对他有一点好 一定会对他有感情 所以大家的想法呢 都是出于怎么立体的一个思维 来来出发的 当然我觉得啊 爱情中都是自私的 我很理解你姑娘 但是呢我们今天呢 我特别希望你的男朋友 和他的前妻能够做一个决定 如果他们俩决定复合 你打算怎么办 没考虑过吧 就说明你觉得他俩 根本不可能复合对吗 好那我问你 如果他们俩准备复合今天 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我比较相信我的男朋友吧 觉得说不了 他挺爱我呢 那么你选择就是 你要争取还是离开 你现在就是这两个人要选一个 我想争取 你想争取 是的 可是刚才说他们刚刚离婚的时候 他们要复合你是选择放弃的 我以前没有说那么努力吧 那个时候我想毕竟我孩子也为孩子想过 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做出我百分之百的努力了 我就不可能绝不会放弃 所以你认为那个时候是你不要我要 是啊 现在呢是 你不要我还要 帮我把先生女士都请回现场 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白先生上场后将椅子主动的放在了女友身边 并坐了上去 这一细微的动作被摄像机捕捉了下来 白先生选择坐在女友身边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哎 您把面具摘了吗 请问是您自己要摘的还是我们编导让您摘的 要摘的 你确认吗 节目录制之初 前妻选择戴着面具登场 然而再次登场时 前妻却勇敢地摘掉了面具 这一举动又意味着什么 你是为什么要摘的呢 我觉得应该坦然一点 不用遮遮掩掩的 这个事情也不是说很寒症的事情 好 现在这个座位不是我排的 但是当时我跟这个先生说 您自己去搬下椅子 他搬了之后 他坐到了这里 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选择吗 先生 因为我先选择他了 我就跟他站在一起 你能保证跟他真的爱一辈子吗 而且你们俩年龄差距那么大 我保证不了 如果他选择跟我回去过日子 你愿意放弃吗 你愿意退出吗 因为我现在已经负出百分之百了 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三四个月 能谈到什么叫百分之百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有点 真是90后说出来的话吧 你能把这个事情 这句话来思考一下再回答吗 你以为我爱 你现在还达不到我当初那么的付出 那么的爱 你可能还达不到那种问题 你最后不还是选择放弃了吗 你给我打电话 又这那个的 说了好多难听的吧 然后说的那个可不可以放弃啊 我说可以 我答应你了 我让我男朋友回去了 你觉得你一句话能代表什么 真的就放弃了 我想问你 他回去了吗 他有一次是回去了 是他的哥们到你那去 把他的衣服强行拉走了 是有这么回事吗 没有这么回事 那既然你这么说 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再往下说 我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他要是回来的话 我承认他回来过 我的意思 如果你要是回来 一定要弄干净 弄利索了回来 不能说偶钻思蓝 这时候也跟我过着 那时候也跟你那站着 我觉得这样的 我觉得那次弄得挺利索 比较利索 不是这样的吧 因为我们探讨过去的这件事情的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探讨未来啊 先生 刚才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可能就把凳子放这了 我谁不得罪啊 我刚才拿凳子 我想过了 我那一瞬间我真想过了 我觉得我应该放到这 为什么 因为既然我选择了他了 我也替他 那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对你前妻是一种伤害啊 可能是有伤害 虽然啊 就你现在属于是离婚的状态 我从法律上也好 从很多地方也好 我没有办法要求你对他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合理的要求啊 但是呢 能够看出这个女人 她应该为你 为这个家曾经付出过很多 是 就可能说原来她不是这样的人 就因为我除了两次事 我除了挺感动的 我就想了 她做的一切 我都能包容她 所以说就到导致今天的局面 比如打我一下 骂我一下 包括家里人家说一下 我这人脸皮厚 一哈哈就过去了 现在我自己都在搞不清 就是我真的 就离婚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到我儿子 说实话啊 当你一个人 孤零零的坐到这儿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其实我知道 你一定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 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我想你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对不起她的 真是 但是走到今天的局面了 我伤害了一个女人 我不想再伤害另一个女人 真是 可能说对她也确实有些不公平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尽量地去弥补她 包括所有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男友应该有责任 其实我也非常感激你 要没有你的话 今天的日子也不会说过得非常好 因为包括我家里人都在说 说你确实过日子是非常好 我想问你一下 现在呢 我会请专家来做调整 那你是希望 就把你和你前夫留在场上呢 还是三个人都留在场上 我希望我和我前夫吧 好 在对这个复杂的情感纠纷 给出合理建议之前 为了能达到更好的调节效果 主持人和五位专家老师 在场外开了个短会 我们首先掌声欢迎一下五位老师 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 可能会觉得 这两个人还挺般配的 不知道各位老师 看到这里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的 建议老师 我觉得就是有两个逻辑线 一个呢 是说外力 其实不是婚姻家庭解体的 一个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在我们内部 是不是夫妻之间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逻辑线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男人在外边 也许由于工作压力大也好 夫妻关系有摩擦也好 在外边可能有了新的一个女友 但是由于妻子呢 就不冷静地处理 等于在最关键的时刻 把这个男人向外推了一把 然后导致的呢 就这位男士呢 也只好就寻心欢去了 今天听到这里呢 似乎就是一个婚姻保卫战 这位女士说 她爱我 她一直深深地爱着我 从她那个心理测试 我也看出来 这位女士真的对这个男士 投入了非常多 但是我也发现 她可能还有许多幻想的东西 这个幻想东西就跟 她自己的描述 是有很大的矛盾 这女士真的不容易 付出了非常多 但是为什么有一段 比较特殊的经历之后 经营了这个婚姻 最后两个人又分开了呢 我想后边再跟大家做分析 给我的感觉 这位女士是一位感爱 但是不会爱的人 她对这个男士 是百分之百的真心实意 在她那样一种情况下 在她落难的时候 她能在外头等她 为她做努力 出来以后 还能这样的去照顾她 这我觉得是一般女性 做不到的 另外能给你生儿子的女人 一定是爱你的 所以的话呢 就不管怎么样 你心里啊 对她还是应当 有一份感激在这 好吗 往往我们最容易伤害到的 就是最亲的人 我相信这位男人 在心里可能还对这个女人 是有恩情的 其实吧 我也是小 那时候想跟她 但是她脾气 我也太了解了 就是说如果要回去 拍得会离的 说给我儿子还造成第二次伤害 这一个人都38岁了 脾气的已经养成了 可能她会改 改半年 过了半年以后了 她还是原来的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主持人问到说 你打过她吗 她打过你吗 你们俩回答是 互殴 那也就是说 一个女人敢动手 扇男人的耳光子 我想不是她的本意所为 应该是你这个男人宠出来的 这底儿没打好 这打底儿是个挺难的事 你别说你底儿都没打好 没打好挺 我多了 我看到了她们婚姻中的一个常态 叫得理不让人现象 情感中的男女呢 这个得理之后让人 这一点我真的请求大家记住 真的非常重要 确确实实 这位女士在这份情感中 由于那么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 她充当了得理的那个人 其实这个时候呢 聪明点的女士呢 永远不把这个得理 作为一种理由呢 这份情感就延续下来了 但是她选择了 我既然曾经那样对你 你就得让着我 于是他们不断发生矛盾的 女士认为我这样怎么了 男士说我这样受不了了 女士说凭什么你受不了呢 男士说我得逃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男士发现 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愿意给我出难题的女士 还有愿意带了一天孩子 就说我爱上你的孩子的女士 其实我对她什么样 她最清楚 我没有必要跟所有的人解释 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人说 我多么多么爱她 那样我感觉反而会有些人认为我特别虚伪 于是他们的情感目前成立了 谢一老师 对着王导就说啊 我也同意王导说的这个 目前成立了 我觉得这位男士对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是激情加上热情 然后对于她的前妻呢 是恩情加上亲情 我现在不探讨爱情的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这位男士到底在爱谁 这个答案可能也许十年八年以后 也许三年五年以后 总之不是在今天可以回答的 其实这就是啊 生活中有时候什么 做成所谓阴差阳错怎么来的 就是三角的人际互动当中 这么一栋那么一栋就衍生一个新的故事 那么一栋再那么一栋又是一码故事 是不是 所以说生活远没有结束呢 也许风景在后边 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你要很好地思考 你的内心承担得起承担不起 两个如此爱你的女人 或者说这个爱是加引号的 能够验证的是这个十年之爱 是这个不管为你做了多少奉献的 这样一个女人之爱 而那三四个月的爱情 有待验证还在未来的日子里 当这位女士说 我跟她离婚就是想吓吓吓她的时候 我想可能这位女士内心中抱着一种假离婚的概念 咱俩先分开一段时间 三个月之后你要是 如果能调整好的你再回来 法律上哪有假离婚呢 对 所以离婚不是一个儿戏 当你决定的时候 只要盖了那个章 就不是假的 那就是真理 没错 说得太对了 离了就离了 没有假离婚这一说 你本身心里是一团活 你对它是真心实意的 但是你的做法往往是相反的 刚才其实王老师在台上 已经提示你很多次了 你如果今天想挽回 绝对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可想而知 就是你以前的这个生活当中 你心里边本来是爱她的 但是你表现出来的就是 管制啊 束缚啊 控制啊 是吧 这女同志还能上去打一下 这说明是够厉害的 在她描述之中 我就能感觉到她 就是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她俩离婚之后了 就是胳膊上全都是紫的 红的 青的 那个大腿里边都是 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正好是你们共同遇到了一个困难 这个困难就这个男人是遇到了 必须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事情 所以你们俩携手同舟共济 去处理的那一件事 然后你们俩好了 对不对 现在他们俩同舟共济了 他们俩共同遇到了一个困难 这困难就是你了 然后你呢还让这困难越弄越大 越弄越大 使他们俩越绑越紧 听我老公的口中就是说 哪个他中往外推他吗 现在听这位男士和这位男士 现任女友的要求就是说 我的前妻不要打搅我 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前妻不爱你了 这你不用找我们 他也不会打搅你 我跟他讲的是 确实以前爱过他 深深的爱过他 干过很爱他的事 现在依然还爱着他 还有一个更大的杀手锏 孩子在你手里 就这两个理由 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能打搅他 这位先生要想好了 就是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头 如果你的这个妻子 放不下这一段情感的话 他恐怕还是要采取 所有他可以调动的手段 来挽回这段情感 挽回的办法 就是你认为的打搅 所以说你要能耐得住 他不断的还继续 在你看来是打搅 在他看来是爱你 那你就可能就坚持 如果你说哎呦 这要是这么下去 这哪受得了呢 要不我就干脆算了 跟那那个小姑娘说说 你看你还年轻 是吧 你这么小 你再找一个吧 我就跟我太太回去过日子了 这两条道都可以选择 我现在绝不是 劝你回去 跟他过日子 我是要让你想好 未来有很多的麻烦 其中也包括了 等你下班的时候 你儿子告诉你说 我继母打我了 你看这儿打我了 明明是王导给磕的 他非说是继母打的 结果你还信了 还会比现在更加复杂 你能耐得住吗 好 好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男士来到这个节目 他可能还真没想好 不然的话 他不会用很多概念性的词语 在这说我读一把 我也不能确定 我跟他走了十年 我不敢确定 我跟他十年以后会怎样 因为他内心其实并不坚定 他在左右摇摆 孩子这么小 将来还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他自己并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面对自己的本心 去思考问题 这位女士呢 十年大概她的性格呀 一直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男的一回来之后呢 就要为了表达爱 她的行为上 或者语言上 说了很多对方不爱听的 或者这个行为呢 对方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呀 这男士转身又走了 因为刚才她的谢女友 也表达了一个意思 她回去没回去 我认为 还是有可能有这种行为的 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特别火热 但是你呢 虽然想把女婚姻 但这个行为还把她推了出去 所以婚姻呢 是一门艺术 要想经营呢 的确是希望大家 好好学习 离婚呢 本身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就是说在离婚案件中 没有真正的赢家 双方都很受伤 现在比较矛盾吧 我现在能感觉到 所有的人都认为 我是属于 年龄型 不定性 他们都会这么想 再来说 以为我应该是第三者吧 那么对这位男士来讲 新的女友发展的也太快了 有可能是在你一种情绪 不稳定的情况下 匆忙的一个决定 或者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其实在离婚之后呢 她心里都有一个 恢复的过程 这个过程多的可能要两三年 短的可能至少也要几个月 你才能恢复到正常人的 这种平稳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二月份离的婚嘛 现在才三四个月的情况下 实际上双方都是很冲动的 那么她一是爱你 但是在今天 我觉得你们又在雪上加霜 你教女友没有问题 但是你心的女友那种 趾高气扬 很高调的那种 胜育者的那种姿态 对她会是一种 极大极大的伤害 我觉得可能每一句话 都刺得她心里非常的痛 因为她毕竟过去 为你做出了那么多 现在可以说 她还在为你付出 一岁半的孩子 离不开母亲 而且她心里还有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样一个女人 在用那样一个 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她 她怎么活下去 如果这位女士来点狠的 这孩子现在你领走吧 我看你还有没有 你的二人世界 你还能跟你的 现在的女朋友 能生活多久 你儿子的早饭谁来做 平时谁来陪她玩 是吧 晚上哭了 是不是晚上还需要 起几次夜 这都是一些问题 有一点害怕吧 害怕失去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 没有这么 这么为一个人去付出吧 我们刚才的任何的话 对你真的没有任何暗示 其实并不是说 给你说点这种可怕的未来 你就跟她复合了吧 你看孩子也不容易 我们不是意思 因为我们这些话里头 其中也包括了 你选择了现在的女友过日子 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你知道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你就会想办法面对未来的问题 其实不管你跟谁走在一起 我认为这些话对你都是有用的 我并不认为说 再婚就一定不好 而是说再婚的时候 你的问题比跟她在一起生活 至少增加了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 那个女士永远不可能是你儿子的亲妈 来 建议老师 我想那个终极一下 他们三个人的性格 首先说一下这位妻子 这位妻子属于什么样的人呢 可能是天底下最吃亏的那种女人 就是她特别特别爱自己的丈夫 但她爱的方式就是要不然就哭 哎呀我为你做了做了什么 你都没怎么怎么对我 就特委屈 要不然就叭就打就骂就这样 你没说她都在乐 对她就特别特别吃亏 其实这位男士对她说了这么多 这不满那不满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这脾气 你说咱听了别的了吗 没有听到 就是这个脾气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 这位女士恐怕也真是在 这次这个事件中就吃了这个脾气的亏 我回家尽量地改我自己的脾气 我尽量去努力 你也在努力努力做一做 她自己知道她离不开我 我也知道我离不开她 反正她有点太不理智了 你先生是一个什么样 典型的冲动型人格 我不知道你这辈子做过多少 因为冲动而让自己受了很多不该受的委屈 我相信一定有过 那么就是说一个人的人格特征 它是自始至终的 那么现在在你面对这个妻子 这个离婚的事件中 不可能说我一辈子 好多事情都挺冲动的 我就在这离婚这事人特冷静 不可能的 人的它是一个一致性的 如果说到这个事情上 如果说你根本没有冲动的成分 我相信你今天都不陪她来谁再说了 我只有这件事情做的很理性 我就坚定的认为我这事就做对了 那你还来吗 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为你的冲动 付出你人生的代价 可能你过去付出过很多 我相信这位妻子也陪着你付出过一些 还有就是你这位年轻的这位女友 其实你知道她在前面 虽然说晒了很多幸福 我们也相信热恋期的男女一定是那个状态 你们俩是那个状态 换谁也是这个状态 因为还在我们心理学讲的所谓那个激情期 对不对 对吧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 她刚才在你的前妻的前面 所表现出的那种姿态 戴着眼镜的那种姿态 其实是很值得一个小女孩子深思的 你知道吗 真正成熟的女人 决定为一个男人付出终生 付出自己爱情的一个女人 是不会不考虑前妻的意见的 真正聪明的女人 甚至会跟前妻去谈一谈话 我要付诸终生的这个男人 值不值得我信任 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他有什么样的毛病 希望我将来帮着规避 他有什么样的好 希望我将来捧在手心里 他是要做这个功课的 但是他从来都不做这种功课 当这位妻子在那儿说 说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 我是了解他如何 这小女孩子就表现出很漠然 非常高傲的姿态 这种做出来的姿态 实际上是要表示质疑的 我不想再解释 我也不想说这些 我感觉到所有的人 好像都认为我应该退出 我不是质疑他的感情 而是质疑他的成熟度 所以说你们三个人 虽然说年龄略有参差 但是你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面对重大问题的时候 显得是那么的不成熟 马建老师 这位男士呢 的确是一个特殊阶段 我都特别想把他那个情景 在现场演一下 比如说 汪岛这边 比如说 就是又吵架了 吵完架之后呢 这小姑娘有可能是 哥怎么了 你看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语气 说回去跟孩子妈又吵了 跟我前妻如何如何 哎呦他怎么这样 他可能完全站在你这一头来说话 如果到这边去的时候 跟他见面的时候 比如说堵车 堵车怎么了 北京哪有不堵的呀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觉得是吗 是是 你看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自然而然的 他就把理解他 跟他共情的人 两人马上就合在一起了 因为他能够理解 能够听他的话 能够听他的倾诉 他会很关注他 包括头发 可能这个样子不行了 顺手会稍微糊涂糊涂 给他稍微打理一下 但是您恐怕这个工作 因为婚姻有那么长时间了 可能也顾不上了 那么就会对他忽视 他两个一坐对照之后 发现这个小姑娘 真的太可爱了 当然了 男人都愿意找到 那种关注我的人 您说实际上吗 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 就是当他给你打一个电话 说孩子想你了 你也清楚的知道 孩子想你 这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更重要的是 还是他妈 看见你能踏实点 于是你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 看见他那个样子 想起来他曾经对你的那些好的时候 这个里头是 想你那个现任女友多呢 还是心疼这个曾经的妻子 更多一点 如果按照100分的话 你给我打个分 因为我每次回去 我们俩也不说话 基本上就怎么不怎么说话 就是我 这个说不说不重要 你不是看见他那什么 还给你拿个枕头 说你靠着点吧 你也不容易 他那天那时候头冤 我说那你就 哎 这不就是 我也不想再说了 就是 也确实对我也挺好的 我就心里是好喝好散 我知道 就是说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你心里头还有一点点那样的一种 留恋没有 这个其实没关系的 留恋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留下 是吧 有留恋是吧 留恋的成分和那个想你 你现任女友赶紧回去见他那个成分 按100分算的话 留恋有20秒 他每次 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是这样的 每次从我一听我儿都哭了 我就不行了 我说我必须得回去 我就开着车就回去了 完了他就 我现在女友就会打电话 说孩子怎么样给我打电话 我说没事 我说哄他一会儿 那哄他一会儿吧 反正想孩子的事吧 反正作为一个男人 我是这么体会 就是如果你特想孩子的时候吧 就是对他母亲还有一些牵挂的时候 你会特想 单纯想孩子的时候 我说对母亲一点都不惦记的 这个时候呢 少 其实这我绝没有任何暗示啊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 摆各种牌呢 让你去计算一下 这个牌摆起来的位置 究竟怎么样生活对你更核算 我说的这种核算是稳定的那种核算 因为现在你真的要决定跟这个女孩生活在一起 说实在的 你现在的女孩稍微培养培养 将来也不是个一般人 底子也不错 底子不错 对啊 这底子不错 就将来他收拾你 说句老实话 要一旦整理整理的话 也 也 绝对不差 也不差 就我的秘密 是吧 是这样啊 这位女士 因为我在想呢 你今天来这儿 其实你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 特别希望跟她复合 对吗 对 你觉着 此时观察室的那个女孩 听过我们这么一番话以后 对她们的感情是非常自信呢 还是觉得 可能也要考虑考虑 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态度 主要是在我前夫吧 嗯 您觉得是这样 来 推着女孩子的话筒 你在那屋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我能问你一个我的感觉吗 就是你在离开这个现场的时候 其实你给我的感受是 你非常自信的这一段感情 但是现在我们这么一番说下来 我不知道你还这样认为吗 现在比较矛盾吧 你的思想有变化对吗 嗯 你告诉我变化是什么 我的变化不是因为 各位老师说的话 是 是我男朋友的表现吧 他什么表现 因为当他前妻哭的时候 他摸了一下裤子 我的感觉给我第一反应就是 想要跌过去一张子吧 嗯 你真聪明 你是从这个细节中看到 也许你的这位男友 对前妻还是有情感的对吗 是的吧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你现在开始有点动摇了对吗 我现在有点不敢相信 嗯 在我印象中应该不是这样的 那你在你的印象中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在我印象中就是他 特别特别特别的爱我 特别特别的在意我 我想问一下这个姑娘 您的男朋友如果说非常在意你 跟他掏兜给他的钱去擦眼泪 之间会有矛盾吗 我和他之间没有矛盾 就是我内心有点矛盾 对 这就是但是这是你要面对的现实 刚才我说那个留恋的百分比 其实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 还是有触动的 她当然希望她是百分之百 对 而且她也深信 她曾经是百分之百 对 但是今天场上的这所有的对话呢 让她 对她原来的那样一种记忆打破了 我觉得女孩子你还要观察 继续观察场上 实际上刚才王导说的那个百分比的比例非常好 但王导提示度太低了 他直接说了一个20% 所以这位男士就直接就往下 20%以下再减 如果王导说是40% 他可能就从40%往下减 因为这个是一个场上的一个应激反应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位女孩子你要继续观察 当你说他拿餐巾纸的时候 这位男士没有任何解释 如果他爱你是百分之百 是非常非常爱 他马上第一反应解释 我没有要拿 我想那时候掏一下兜 我想怎么样 他一定要进行解释 但是他什么解释都没有 到现在非常淡定的 就跟没听见太多东西似的在那坐着 我觉得你要继续观察场上的行为 我觉得你要是咱们俩之间是有爱 你应该相信我 就必定他跟我过了这么长十几年了 这是人之常情 是吧 因为说可能是说 也必定没有付出过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 甭管是说离了或不离 说就是一个朋友之间 他是这样的事的话 我也会这样做 从开始录制到现在 白先生的女友对他的称呼 从男朋友变成了老公 在录制一半时候 又悄悄从老公变回了男朋友 称呼上的变化 似乎也体现了这个女孩内心的一些细微改变 在听了专家老师的一番话后 女友小梅到底会不会继续对自己和自己的爱情信心满满 还是会选择就此放弃 原本十分明朗的三角关系 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 这个姑娘一定要明白呢 如果说爱是一个蛋糕的话 即使他们俩结婚的时候 也不是一个人独吞 因为他毕竟还有父母 可能还有兄弟 这个爱的蛋糕是大家要切分的 只不过他们两个呢 相对而言彼此享受的多一些 而当你出现的时候 面临的一个事实 就是你的男友 他除了父母之外 除了家里的一些兄弟姐妹的情感之外 他还有一个儿子 以及儿子的妈妈 也就是这个蛋糕 一定是被更多的人去分了 那么你如果抱定一种信念 说我一定要得到百分之百的话 那恐怕这就是一个童话了 在他男朋友都认为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 但他女朋友会在那边认为 是他可能不再爱我 或动摇的一个基础 我认为就是这个女孩子 根本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刚才在场上的时候呢 我说了这么一个假定 就是说如果你的前妻 要稍微心狠一点 说就把孩子交给你了 你现在的女友 要和你共同来度过一段 待你孩子一岁半长到成人为止 你觉得他能当好这个继母当不好 是继母难当 这我也知道 你觉得他能不能当好 因为事实上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因为你经常回去看你的儿子 和你儿子在你身边 从理论上来讲 只是一个在一起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多少问题 但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他现在爱你 他什么都可以容忍 到一定的时候 就是他会给你规定 这个礼拜你已经去三趟了 不能再去了 你可能说他不会 他也会说王导师 你放心 我绝不会 永远不会提这样的要求 我也情愿相信你不会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呢 是因为我知道有人开始说不会 后来会了 其实这些事情我都想过 因为我 至少我打算跟他接触的时候 就想过 有儿子能接受吗 我都 我自己都在问自己 你觉得他能不能做好这个角色 其实刚才他所有的犹豫里头 我认为也包括了 他对未来生活的忧虑 绝不是因为一张餐厅纸 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 如果此时我请你这个女友上场的话 你同意吗 可以 这个女士如果此时我请她的女朋友上场的话 你同意吗 我觉得 其实说心里话 我不太想让他上场 你还是希望有一个空间 你跟你的前夫好好交流一下 是这样吗 对 目前他们俩可能是在恋爱 好像有一个过渡期吧 可能现在属于 就属于那种 我刚刚搞对象 就是感觉特热恋的 那个当中吧 可能再过个几年以后 你们俩真的 真正的走到 结婚那个时候 或者说有了孩子以后 我觉得矛盾也会增加而来 而且尤其有我们现在这个儿子 现在这个儿子 虽然说我 养全在我这 但是他有的时候 可能也会要求到女儿去 到那会儿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是说 我或者说 你们俩 而是再过不到 什么的情况下 你可要有两个孩子 不要 可能当内婚姻 可能会更痛苦一些 你看吧 还没回家 已经开始了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过没有 这意思我也听懂 大家也听懂了吧 如果你想挽回这段婚姻 咱就找自己的毛病 我给你提两点具体的毛病 这是我看出来的 但是不一定能征得你的认可 第一个问题就是管得太严了 没有给他自由 因为他是那种特大男子主义 在外边吃风玩乐的那种 做生意那种 所以你等于是限制了他的自由 而且过分的猜疑 把这个婚姻算得太死了 算得他已经烦了 第二个就是太暴力 你不能说语言啊 或者是行动啊 去这个伤害他 他现在更多的成分是怕了 我感觉是怕了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的内疚和对你的这个情感 都挂在脸上 生活了十年 我不相信他对你一点感情没有 到现在也是这样 就说这个感情可能本身很复杂 自己也很难界定说这个感情里面 有多少是爱情 有多少是亲情 可能自己都算不出来 但是他一些不经意的东西 他会条件反射啊 会表现出来对你的关心 或者是你的电话 就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成分在在乎你 但是你今天还是没彻底明白 应该怎么样 他其实继续 你现在依然在犯着你曾经犯过的错误 比如说刚才王芳提到说 你愿意让这位女士走上台来吗 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是选择了不愿意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女人 才会这样去选择 其实今天的这个场合是对你而言 我认为是一次机会 比如说也就是恰恰因为今天 你的这位所谓的情敌 他的这位女友才发现他的丈夫 他的他的他的男友并不是那么的爱我 他在最犹豫的时候 如果你让他们直面 有的时候相反的容易完成你的目的 就在这个时候你选择了拒绝 实际上你知道什么时候他特别想回家呢 见不到儿子的时候 说你儿子想你的 如果他抱着儿子的时候 你打个电话说你儿子你俩好吗 你觉得他还会想成那样吗 人就是这样见不着谁想谁 现在你给人家搁着一堵墙 你以为那是一堵墙吗 你带头鼓掌了 哎我想问一个细节啊 你这个戒指他给你买的对不对 对他给我买的 你给他买过戒指吗 没有 他的手表是我给他买的 好他手上戴这是谁买的呀 我问过他说他自己买的 现在女友买的 原先没告诉他 现在女朋友买的 他伤心没说 你把他戴在了无名纸上 你现在这个女朋友 她的经济条件很好吗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很便宜 这个他总共他就是卖衣服嘛 这两天我估计他 他有一个卡就一万多块钱 我买了一个这个 我买了一个 因为他把他那个字给换了 把耳环给换了 把戒指给换了 又加了一千多块钱 我买了一个这个 没有钱了 那就是说把他仅有的 所有的积蓄都给你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你也会觉得 这个女孩对你女人 都会为他心爱的男人 做很多的事情 这件事情 其实你也会觉得 这个女孩对你不错 对 我成年我都说 我说你给我买过什么 你跟他说是吗 对呀 我说你来我 你给我买 我就借着要了三年的 妹给我买过 是这样吗 而且所有的钱 所有的钱我都给他回家 我不完全主张 女人因为没花出钱 去把住家 这就成为一种女人的美德 所以他不懂的方法 对呀 你想一想 他挣来的钱 对于男人来讲 大部分时候 是我很辛苦赚来的钱 我交给你 我是不是应该 随时可以支配这个东西 我自己不支配 是因为我在意你 我才这样 否则的话 我有一百个办法 留在我自己手里 我弄个小金库 我弄七八个小金库 一般而言 对于男人来讲 这些手势 可能表达的是 自己的一个身份的状态 或者我在北京打听 今天我的样子会怎么样呢 当回家的时候 给家里人 给乡亲们 有一个交代 这个女士呢 真的不了解男人心 到底她为什么跟你要 甭管是要一万也好 两万也好 其实在一个戒指 对她来讲 那手啊 还重了一点 还累了 但是对她来讲 她会觉得 你看我在北京生活的 整体的状态不错吧 比在老家 种地 要好得多吧 她可能有这种炫耀的 但是炫耀 这个也不是错 毕竟是自己挣出来了 没有通过其他的渠道嘛 所以我想呢 就是还要理解她的那种要求 尽管说这番话 似乎对她来讲 有一点点晚了 但是在以后 你的生活中 要把握住这些 她现在戴这个表 就是我给她买的 花的价钱也不菲 当初我买这块表呢 也是 我们家刚买完这套房子 完了紧接着 我们就买了第二套房子 家里边积蓄 也不是很富有 她要这个戒指的时候 是一年前吧 我说等咱们宽松一点 其实买个戒指 我觉得应该说不算什么 不是 你就是现在这戒指好看吗 这时候 谁问这个戒指好看不好看 你觉得戒指好看吗 太难看了 我一看这戒指 你没见过这么难看戒指 这是你心里想说的话吗 是不 是 说土啊 那么刚才王大 看不好看不是很重要 我就感觉到 我现在挺爱她的 我们两个特幸福 谁也不知道以后 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现在 挺好的就行了 我就自主了 因为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我是爱她的 就足够了 大大的测试一下 你的这个改变能力 请听题 如果这个男士 这位男士 你的前夫 最终选择了和 刚才那位女士 走在一起 放弃了和你的这段感情 你愿意 拿出一部分 本该属于她的 让她去过上那种 比较踏实的日子 不俊坡的日子 回来看你儿子的时候 还是个自信男人的日子 你愿意这样选择吗 请回答 我很愿意 为什么 我还是不甘心 放弃这份感情 你觉得这样是放弃吗 其实你真的想挽回这段情感 刚才的回答非常重要 如果她能开心 我可能就开心 毕竟我很爱她 所有我现在赚的这一切 只不过是不愿意 放弃这段情感 如果她只一选择了 我愿意给她该得的东西 你一下感动的 她三宿睡不着觉 如果刚才王导这个问题 要问我的话 如果我处在你这个环境之下 这件事情里 王导通常的问题问我 我可能就会选择 她生活好就好 为什么呢 这样选择之后 反倒她也许今天会改变一点 对你的看法 多么关键的时刻 来建议老师 如果这么回答 这位男士如果有良心的话 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内疚 但是与这位女士 她做不到 因为这属于心理学层面的东西 属于心理技巧的东西 但是她是做不到的 但我其实我要为这位女士 就刚才买礼物这个事情 我想稍微的给她 就是解释一下 这个男女的心理 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一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 可以年轻一点的 两位女士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然后呢 这位岁数大一点的女士呢 就去拔这位男士头发上的黑头发 因为她怕黑头发特别多了 或者吸引年轻的女孩子 然后那个小女孩子呢 就去拔这位男士头上的白头发 因为她觉得不拔掉白头发 跟她不相配 所以说呢 都拔都是爱 最后这男人成了个秃子 这位女士实际上呢 一个是把家伙 你看 专门有一种女人 她爱男的方式 就是把日子怎么过的 兴旺发达 实际上也是给这位男士面子 但是她可能在情感上 怕丧失一些安全感 她不愿意让这个男士 弄得胚金挂银的 多显微啊 是吧 多吸引别的 你看她点头吧 多吸引别的小姑娘 她有这种心理 但是那位小姑娘 为了呢 拴住她的心 这正好她还纠结着前妻呢 那么买一点东西 我就一万多块钱 我给你花了 这是心理学层面的东西了 这可是百分之百 我送给你了 我就百分之百了 那是实际上 这个百分百 想赢得将来的百分百 是不是 然后呢 另外一个我年轻 我弄得很漂亮 我也给你买 跟我相同的 目的也别让人家看 文超怎么找一这么大岁数 是不是托人钱呀 等等 她这有心理活动 当然我们不是说 在不善意的解释这个事 本身都是好的行为 两个女人其实都是爱 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 你还真应该好好想想 听所有专家的来说 好像所有的出货行都 都在我这趟 妻子前面接受采访一句话 我不给她那车 我就想让她回家 这句话 道明了这女人的本质 她不是为了把住这个财产 那么吝啬 或者说那么 就是不仗义 而在于说她真的就想要回这个人 她觉得我把着你的东西 让你一无所有 我又有儿子 你也爱这个儿子 那也许有一天 你可能还会回来 这是这位女士的心里 观察室的这位年轻的漂亮的女孩子 我也想提醒你一下 就是前面王方采访的时候 这位女士所说的 这位丈夫回家 还要 还对妻子有所爱意的表达 还有等等 刚才说这个戒指 不是她买的 是我自己买的 等等这样的谎言 我希望这个年轻的女孩子 要引起重视 所有的人都好像都认为 我应该退出 她让我上去 我不会上去 我现在比较矛盾 也比较乱 我现在就是说不了心情的那种 那种感觉吧 如果说对你过去的婚姻 做一个评估 如果痛苦指数是50分的话 那么你跟她离婚之后 又跟一个 现在这个女友结婚了 当然了 要考虑你的孩子 你现在痛苦指数 是下降了 上升了 因为目前肯定你 逃脱在幸福之中 当我们去稍稍理性一点 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那个答案就浮现出来了 我们不要说 我终于逃离火海了 啪一下 又进牢笼了 跟这位男士呢 我想做这样一个提醒啊 就是这个破釜沉舟呢 跟这个慷慨解囊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这个女孩子一定很爱你 但是当她决定 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全部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呢 这个里头跟你那赌一把的 那个意思有相似之处 另外我让你思考一个问题 你不要回答我 当你再遇到人生中 那种巨大坎坷的时候 现在的这个女友 能不能做到 像你前妻一样 为你可以不顾忌一切 为你等上两年 为你 你想一想 就可以了 我认为也可能可以做到 但是结论在你这里 答案在你心里 我认为我能做到 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属于 两点想 不定性 以后的事情还有很多吧 现在比较矛盾 这位女士的确像刚才建议老师所分析的那样 她的确是从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怎么着就让你回来 比如说孩子我管着 车呢我收了 然后你想孩子你会回来 车也没有 你可能你会找我要钥匙 哪怕就只有一次 这是女士的 但是你的前夫 他说的就越这样 其实越不行 也就是说 你这种 是仅仅从个人的角度去出发 怎么去拴住一个男人的心 但是到底那个男人心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刚才王导去问你的那个话题 如果你表达一个所谓的 这样的一种很大度 一种很慷慨的状态 可能没准这个先生觉得 哎呦 我这个前妻他变了 他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也许这样的话 才能把这个先生的心 挽救回来 可是女人仍然 还是紧紧的 我告诉你我把车要求给你带过来 我们家车不现行的话 我可能就会找人给开过来 今天是单号现行 我还想告诉你一个 这样的后果 就是如果你真的把所有的东西 就把持在手里 最后不得不让他和他的现任女友 选择了两个人共同奋斗 万一他跟他联手两个人 白手起家 共同努力 打造出来的那份情感的话 那可就比较麻烦了 以前夫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他呢相对的他还能考验对方一段时间 比如说对方是对他究竟是真在意呢 还是破釜沉舟呢 还是慷慨解囊呢 还是死去活来呢 这些东西呢 都得在他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他才能测算出来 否则他俩要是共同去打拼 放弃所有过去的一切 开始新的生活 两个人共同走上十年 那时候 说句老实话 你要再拆的话 您就得带坦克车去了 人片怎么说吧 我无所谓了 那就是我今天原本就不应该来 你知道吗 你准备把车钥匙给他呢 还是只是逗他一下 你回来我就给你 不会的 我会把车钥匙给他 什么结果 你都会把车钥匙给他吗 对 先生您听到这句话 什么感觉 我也挺感动的 其实 你是来之前就这么想好的呢 还是刚才 没有 我来之前就想好了 我要是不想好 我就不带车钥匙来 那你怎么想的要给他呢 好几天前 我就想 他只要认可来跟我做这个节目 到这现场 我就把车钥匙给他 其实呢 我心里呀 最开始呢 我是跟抵抗的 因为我觉得你很强势 但是越做节目吧 我心里越同情你 因为我真的觉得 在这些年中 你付出的一定是很多女人 不能做到的 而且他在大连出事 我谁都不认识 我特无助的请问下 给他父母打电话 他父母不来 我听别人说 哪有三挂的 我坐了四个多小时火车 我特无助找三挂的请问 我第二天我特别多人傻 你也确实得琢磨 一是不要把过去做的事 老让对方记在心上 这对他来说是个压力 包括你现在的状态 对 包括你现在的状态都不对 你现在是什么呀 你拼命地追 他拼命地跑 并不是说你敞开大门 欢迎他回家 你应当是静静地坐在家里 把孩子照顾好 自己安顿好 然后呢 家里有什么东西 你就大大方方地说 说你回来吧 你想拿什么走 你就拿什么走 你看他能拿什么 他的现在 他的今天已经不再是当年 在大连落难的那个他了 他已经现在可以白手起家了 他有这个能力和信心 否则他不会离开你的 我为什么离开 就是说我们俩每次吵架 你忘了你蹲监狱的时候 我后来我说 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我说就这请我就还不完了 是吗 我没让你过好日子吗 就包括给你买什么 买耳环 包括咱俩认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给你买的金手链什么的 而且我把所有钱都给他的时候 他老一直在怀疑我 有小经过 因为我的公司 他确实他也能 原来的时候是我给 比如给他一万块钱 我说没有钱了 我说你给我五百吧 给点钱还不够你往回要的呢 那索性我就给你九千得了 我自己留 不冲你要了不就完事了吗 每次钱到他兜里头 很少能拿得出来 就是包括我们俩 就是离婚了以后 我都没有钱 原来那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 就是我跟网上也认识了一个人 就是后来我就觉得 还是他重要嘛 完了我就信 那为了我诚意 我把房子名改他 我家所有的包括旅馆 这位先生 包括旅馆的名字 您是经常从网上认识人呢 哎呀不是不是呢 就是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他老唠唠 老排斥我 没法沟通 对对 就是说你别给自己找理 不是不是 合适吗 你在婚姻之内 来后从网上认识人 这肯定是要批评的 是是是 我就把那个房子 先过后过到你的这 包括我俩离婚的时候 我都一分钱都没有 后来我从我朋友的 拿了一万块钱 这个女士啊 今天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呢 我特别想帮助你 那么我刚才其实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但是呢 我其实说了一半 您就用您的哭声 打断了我 当你一哭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就觉得很无奈了 这一定是你的生活常态 你的前夫本来快被你感动了 或者本来特想靠近你的时候 你夸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你哭的时候 你所说的东西 第一次听 我觉得还是挺同情你的 可是听十遍的时候 就会发现是同样的话 您在大连去怎么帮助他这一件事 今天在场上 你至少讲了五遍了 不止 你可能自己根本不明白 如果你让我刚才把那段话说完了 可能呢 大家就会 很多天平都倾向于你 就是我应该坚强坚强我自己 我确实脾气很不好 有的时候嘴也很不好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更爱他多一点 但是你知道吗 爱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光爱是不行的 你必须让他爱你 那么你现在所有的做法都把它推走 你爱他有用吗 有这样一段话 跟这位女士也分享一下 就是现实人生 是映照我们内心的一面镜子 我们内心的因 会导致今天的一个果 刚才王芳对你的描述呢 其实就诠释了这样一段话 比如说你的那种状态 不停地去说 你在大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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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三遍以上 我们再听起来都觉得 你怎么就拿这个 作为一个筹码来要挟对方吗 而你的前夫就说 我还还不清了 我这辈子难道都还不完了吗 现在我就不要了 我整个把什么东西都给你 难道还不可以吗 现在我是不是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想当年大连那个事情的时候 两个人有没有收入 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是不是非常落魄的一个状态 而今天又是什么样子 难道我就还不完了吗 其实你那个不停地 在跟对方续道续道续道 过去我对你有多好 我相信这位男士 你不用说 你这辈子一件都不用谈 过去你为他付出什么 他心里是一个有数的男人 现在你说是这样吗 结果你越谈 他会越反感 越谈 他越反感 你再谈来谈去 我想不是今年二月份 那就是明年的八月份 后年的几月份 因为你这种行为 将来注定是一种结果 而这个原因就在于 你内心的那种 我要强 我要抓住你 我占优势 第一 你再也不要认为 那位女士是你的第三者 第二 如果你非要认定她是第三者的话 我跟你这样一个解释 还好是真的是因为 那个女的跟你离婚 绝不可能把钱都落到你的手里 对 其次 他从大连那件事情上 我们建议你不要再提 我以为现在大部分的财富 在你手里就足以还了这份人情 这个男人 如果他真想算计你的话 不至于最终的结果是 当选择离婚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掌握着 有心计的男人 不是他这个样子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拿着这些东西 就可以拿住他 男人是这样 当他觉得 你拿着这些东西 不给我的时候 我走了之后 我更容易心安理得 那时候恐怕 他就永远不会再回头了 其实你不说 他心里会记着吗 这种感情的方式方法 可能是不对 确实是不对 我们俩没离婚之前 我就要求过说 上这种节目 给我们调解一下 而且最近这几天呢 我看 我也是说要求他回家 完了我说 对咱们能能听听专家的意见 看你们两个到底谁有问题 完了我问他同意吗 他说同意 他说对那个 我到电视台去 电视台专家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他跟我说的这样的话 关键词我听出来了 我先生说 专家们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他把这当做一个很大的希望 对 对对对 看这样啊 咱们现在开始改变啊 我现在可以请到女友上来吗 可以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来掌声有请 第二件事 假如今天他选择了跟女友在一起 或者说他今天没有选择和你在一起 你能接受吗 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 看来他还是很听话的是吧 我早发现了 真的是很听话的 一个人 他每次说想回家吃什么东西 我就听了 我就自己去努力去给他做 做好了 他每次回家吃饭 他都说 哎呀今天的饭真好吃 还是回家吃饭的感觉好 今天的放弃是为了未来更好的拥有 你只有用那样的一种默默的 让你的前夫认为绝不可能的状态 感受一段时间以后才有可能实现你的理想 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争一时的高下 要人生要往远处看啊 假如说你的前夫选择了新的这个女朋友 那么你呢 一种那个悦纳的态度 然后积极支持的态度 可能更赢得你这个前夫 对这个你和儿子所共同拥有的这个家的眷顾 可能也许他看回来看的次数会增多 可能会对你的感恩之心要增多等等这些啊 其实我对他什么样 他最清楚 我没有必要跟所有的人解释 没有必要对所有的人说我多么多么爱他 那样我感觉反而会有些人认为我特别虚伪 接着刚才我说的那个 一个拔黑头发 一个拔白头发 然后拔秃了这个故事说呢 实际上呢这个拔黑头发的这位 岁数大一点的妻子呢 实际上是不懂这位丈夫的心的 这个丈夫是想拔那个白头发 这样出去他会显得年轻 而那个年轻的呢 虽然说他表面上做的是为了让丈夫和我相配 做的并不是迎合这位男士的心的事情 但是客观上赢得了这位男士的心 因为这位男士确实想拔掉白头发 留着黑头发 但是这位妻子呢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这位男士最不爱做的那个事情 把黑头发都拔掉了 你太不了解你先生的心了 所以做的完全都是你先生所需要的相反的东西 而那个女孩子可能并不是很有心机 但是他做的事情恰恰是这位男士所需要的 那么就赢得了先生的心 他变得那么聪明 这个女孩子谈出来的讲 是你太笨了 对是这样 通过专家的层层分析 前妻张女士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愿意以更加平和的心态 面对自己前夫和前夫的女友 而在观察室里的女友小梅 状态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要说 是我不想发言 我感觉的现在所有 现在意见已经是一次了 您有小梅的态度 为何在短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她内心到底在担心着什么 放我推一下这位姑娘的话筒 姑娘你好 你好 为什么不上来 因为我不想上去 你这说话方式很孩子气 你发现了吗 我就感觉到我心里挺乱的吧 我能猜猜你的心思吗 你可以猜啊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场上所有的人 似乎都在向着她的前妻 是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 即使你的这个男友跟你在一起 我们是不是要先把他们俩解决好 但是我上去呢 也不会解决好呀 现在我很快就要让你的这个男友进行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 难道你不愿意在场上跟他说两句话吗 你自己想 我不强迫你 姑娘我想告诉你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我始终觉得 我们还是更多的 向着这位男士的孩子在说话 我们更多的考虑到孩子的未来 其实更多的是 希望你们三个人在这个事件当中 我们几乎为你们的生活描述了20年以上 让你们想一想 你们能不能在这20年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处理得了 没有像的谁 姑娘 再次问你一下 你愿意来到场上站在我这个位置吗 我愿意 好 讲声有请 听了各位老师的鼓励 终于勇敢上场的小梅 在走出观察室之前 意外的把一直戴着的墨镜摘了下来 小梅的这一举动 到底隐藏了哪些更多的含义呢 这样的做法 对白先生即将做出的最终选择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看见把眼镜摆了 来 来 你掉眼泪了吗 是的 为什么哭 我赶紧和所有的人都在挤着我 因为我们跟你们都不认识 我们一定站得很公平 告诉这位女士 如果你这样选择是什么样 包括这位男士 你那样选择是什么样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第二个问题 回答王导 为什么眨了眼镜 看大家所有的人都看见 一开始你会有一些顾虑 对吗 是的 我不知道你的姐姐听了这么多之后 姐姐会不会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因为说我妹妹在这之前吧 她没有 就是没对应任何一个男孩子 产生这么多的感情 所以说我非常 我非常尊重我妹妹的选择 因为我是个离婚的女人 我也有孩子 我妹妹现在是男朋友 如果说她选择以前的前妻 我也尊重我也同意 嗯 我觉得我们场上的几位老师 有指责你妹妹的这个内容吗 就你听完之后 因为我妹妹还是小嘛 她没经历过这种感情的事 因为就是说因为我有个孩子 我也了解有孩子的女人的心情 嗯 好 这样 这位女士 请站这里来 先生 起立 站这儿 姑娘 你站这儿一下可以吗 哎 我想问你一下 今天来这儿 你是不是想要一个答案 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好 这个答案是勉强不来的 让她自己选择 可以吗 可以 我给你们放一首歌 放完歌之后 先生 两位女士将都有一句话告诉您 然后您做出您的选择 可以吗 好吧 亲密的爱人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 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明天还吹着风 有什么话给她讲吗 一句都没有吗 有你的日子分 有什么话说吗 我跟我爱你 我不能没有 先生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做出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之后 无论你选择哪一边 我都希望你好好生活 你愿意在今天这里做出选择吗 愿意吗 你想清楚了吗 开始您的选择 我想跟她说一声 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 跟我走了吃的苦 虽然说咱们俩离婚了 但我希望是一个好朋友 对不起 你残酷的言语 在耳边哭响 这一次我决定的 就算不可以挣扎 也要说清楚 深深混乱 你愿意的天生 在四群山中 有个完美的结果 不是不得力的几途 你希望爱情早早结束 姐姐刚才这个发言 首先我很理解 其次我认为 在这个时候 其实你大可不必 用这么冲动的语言去说 那是更加不应该的 因为事实上 这段情感 是你拱手让给别人的 在你们的情感中 看起来 您是受伤害的一方 实际上 她是受折磨的一方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曾经类似于你们家的故事 其实发生过 绝对不是一次 而事实上 他们的幸福 他们的选择 是离开这里以后才开始的 如果说她回去之后一想 我的这位现任女友 可能对我的孩子 未来未见的能承担责任 但是我就想起她姐姐的那个话 算了 我还是放弃吧 她也不敢回来 你们觉得呢 现在就应该去温暖她 给她一定的时间 这才你最明智的选择 这位女士啊 我想告诉您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接下来过你的生活 这位姐姐 其实刚才你说的那几句话 我还是觉得从心里面挺温暖的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怎么想 怎么说呢 我妹妹以前没对哪个男孩这么有这么深的感情 我不想看到我妹妹被伤害 我以前也劝过她 我说那孩子挺可怜的 因为我也有孩子 我说要不然就让小白回去吧 也跟她说过好多次了 我也是劝过小白 也劝过她 我们都劝过 姑娘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看过我们一眼吗 你很激动是吗 是的 但是因为现在 其实她前妻还在这儿 我特别希望这样的一个晒幸福的动作 在今后的生活中 起码在她面前不要出现太多 如果是幸福的话 真的你们不差这一会儿的时间 我希望这个动作呢 是在所有人看不到你的时候呢 你能够永远保持这样一种状态 到把头发揪得没了的时候 还能抓着 那才是幸福 这位姑娘 你以后呢 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永远让对方挑不出来你 不善良的毛病 我对你们的孩子 对所有的人都很有善 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这个男人就会爱你一辈子 我会做到的 我想请这位90后的女孩子先退场一下好吗 我们想告诉一下他们两位 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祝福你的先生 因为你尊重你的内心在做事情 特别的紧张 有点害怕吧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的这段爱情要是我输了 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来处理 我相信这个填起你的眼泪 你的眼泪可能在此时此刻是你内心的一种宣泄 但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流泪了 因为你要坚强地面对着一切 我在前面整个的整场发音当中 其实都用了一些心理学手段 其实是想考验这位男士 就是说我把他这个90后女孩子的困难 想到了更多一点 提示更多一点 实际上呢是想看这位男士到底他要选谁 如果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俩还要选择 那么我们尊重这份选择 这是一份真爱 那么结果我们看到了 不管怎么样 虽然现在前妻对这位先生也还有一份真爱 但是毕竟这将是要走远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呢 对在这位妻子的这个眼泪背后呢 其实我更多的想提示呢 就是你过去因为什么输了 输了生活 输了爱情 将来不要重蹈覆辙 同样我也对这位先生说 在你人生的道路走到今天 也曾经输掉过很多东西 不要搭上另一个女人的爱情 再输掉什么 我想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看法 从今天二位一上场 我觉得这个结局恐怕无法挽回 两个人是各有各的目的 女方的目的很明确 是想复婚 男方的目的也很明确 财产 想解决财产的问题 那么我想对你们说什么呢 从男方的角度来讲 财产如果有协议的话 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争取 但是法律不是解决家庭生活最好的办法 那么既然你做出了选择 那你就要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去负责 另外的话呢 我觉得这位女士呢 要洒脱 怎么样和儿子生活的更好 要为自己活 我真正的提醒是希望你现在去选择一份工作 开始找到你新的生活方式 这位女士 其实我特别想说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我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告诉你 我特别不希望你们的一些言行 对孩子产生影响 就今天我们既然已经事情到这里 您要做的就是 我怎么把自己弄得很好 我怎么开始我的下一段情感 然后我怎么把孩子带好 这应该是你认真考虑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请专家呢 给你们二位呢 分别做一个疏导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过好未来的生活 虽然在之前也付出了很多 我们的确也能够感觉到 您是一个 在这个男人身上 用了非常多心思的一个影响 但是结果 是也无力改变 这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你也不要想一下子解决 我们即使把那个男人压回家 又能入户 如果他心已经走 要没孩子在哪 这什么事都好办 一有孩子 这问题就特复杂 路咱还要往前走 因为人家一辈子 总不能停在这 咱一痛苦 为了这个男人 咱一痛苦 后边四十年 我就走不出来 他已经选择了 那么就让他去过生活 跟咱没有关系了 咱自己的生活 咱就从一开始 与此同时 白先生的女友小梅 在两个姐姐的陪伴下 一起来到了前妻 张女士所在的观察室 小梅想要跟张女士 交流什么呢 张女士又能否 接受小梅的见面呢 我觉得应该是没必要 可以调整一下 我自己的心态 我可能现在 这心里边的阴影很大 此时情绪尚未平复的 张女士拒绝 见到女友小梅 而女友小梅 就一直在门口 默默地等候着 因为跟那小姑娘 是没关系的 对 严格地讲起来 是这个男人的选择 对吧 因为有这个孩子 我相信你们会有一些 接触 尽管说 不一定是那种 像姐妹之间 这样的一种 其乐融的状态 但是在那儿上 过得去吧 马建老师的谈话 逐渐改变了张女士的想法 为了能给孩子 在以后的生活中 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张女士还是决定 与前夫现任的女友 小梅见面 我希望呢 我应该说 因为这个时候 以后不再恋爱 或者什么的 希望她去以后 要是有些事情 现在跟我们打电话 可以 对 你也祝福 祝你以后 每天都这么快乐吧 希望你们俩每天 都跟现在一样 谢谢 在两个女人 平静友好的交流之后 白先生也来到了 张女士所在的观察室 两人在半年来 第一次平静的 有了个短暂的交流 白先生 我回家也考虑一下 因为我也听到 很多人家的说人 目前我觉得 我还挺幸福的 可能说 就是理性来说 我这是一万富裕 必定有女人 为了我 服务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挺乱的 应该说多了 可能你也有想法 我也知道 我以后会会什么样式的 因为你也不想了解 我是什么 就是说 有一天 我们呢 咱们再走到一起 顺皮改一下 说咱走到一起 顺皮改一下 最后张女士 还是信守承诺 把白先生的车钥匙 还给了她 两人友好的 互相道别 在节目录制后的第二周 张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 电话里的她 听起来心情似乎好了许多 她告诉我们 她还是决定放下过去 并且已经报名 参加了一档相亲节目 她说 她要重新寻找 她的幸福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录完这期节目 确实觉得 我自己成熟了很多 我把很多事情都放下了 重新开始 我自己的新的生活 那天录制 谁在说的时候 我在后台 一直从头到尾的 观看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觉得录完节目以后呢 这个反差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她能从这个 之前吧 录制之前 很灰暗的 这个呼应当中 走不出来 这个阴影当中 重新的就是走出来了 反正感觉心里 也挺宽慰的 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这个心理专家 和咱们的这个 导师 栏目组 让她走过来 我觉得很感谢 她现在好得多了 大家的帮助也很大 费这么大的力气 真是多谢 多谢了 太谢你 太谢你 阿姨是无法用意 谢谢大家